午安、午安 今天非常高興 就讓你們來參加這麼多年輕人的演講座 台灣東証會非常感謝你 非常歡迎大家來參加 感謝你 現在我們非常歡迎大家鄉親過來 然後我們代表台灣東証會會議 大家致支持 我們歡迎台灣東証會的會長 奈奇亮 奈小姐 謝謝 我是一個奈奇亮 我是深圳的勞心 很感謝大家來 這次有很多大家幫助 所以我也很感謝南部政委 以上算是我們這個location 再給我們拜訪 我希望跟你們在想 我有送一個email的link給大家看 所以你們在意味的方法 可以去Google 還是 可以去Google 還是 可以去Open Link 我希望跟你們介紹 就是我們唐鳳是1980出席的 他剛才在我考慮是10年出席的 所以我就覺得很清楚 他是臺灣人的第三代 但是他就是我們的臺灣人 他是不董哥牌的政務委員 我們很公平 他來公平我們臺灣人 讓我們臺灣人出來 我送一個例子給大家說 因為他要去加拿大 所以這次有限過2013年 2013年開始 他就一直想要參加這個 開放政府國家行動 這個組織叫做OGP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他就一直想要參加這個 終於打過很多時間到 所以後禮拜他就去那10天 其他 我們就聽他的演講 謝謝你 我們最熱情的 打破現在歡迎我們的唐鳳委員 他全都從臺灣來 很幸好 也十分沒了解 但是他就來 對 不好意思 我在處女兒 處女兒不跟你介紹 對 處女兒 RUN SEQUENCE 對 對 謝謝各位同心 今天 我們 自家庭 無法中心 我們要多謝 自家庭 無教中心 期待 我們才看到今天 我們還直出 國務院 火火鬼 主要來談 真 感謝 我們今天 出道 主要來 就少爺 每一拜 來 一拜 自家庭 無法中心 韓正偉 這幾個禮拜看了 韓正偉 今天 在日子 情節 看看大家說到 可能 這個波尼 剛剛 正偉 散看了 恭喜 那個國家職 來這邊 也造成我們的懸崩 我想 我今天就是 歡迎 三角自家庭 北京 我要拜託書 歡迎 韓正偉 努力 我們也非常期待 我們會看到韓正偉的影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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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切 我們給我們 大家一起 感謝 這個實在的 是嗎 是嗎 大家來一起 是不是 是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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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 政務委員 唐 唐晃 歡迎 你 謝謝 小孩 我小孩 都是說第一 我媽媽愈感人 所以說 圍吉百科 而且說外省第三代我也是現在黑暗漢字都沒有在分 那今天就是很高興大概有兩個小時的時間跟大家交換一件 那講台語也可以,講英文都可以 我自己主要就是看大家問問題用什麼語言 我就試著用什麼語言回答 那大家問問題就是用這個QR Code是比較簡單 就是如果大家有那個LINE上面可以加好友嘛對不對 有一個掃QR Code的那個地方 那這個掃了之後,我還沒講完就有人開始問問題 但沒有關係 那就是先掃這個QR Code 那如果QR Code掃不到的話 你也可以打開SLIDO.com 然後輸入誤認器,請字號不用輸入,還是一樣 那你不管是用掃的或者是用打的 進駐這邊之後有兩個主要的規則 一個是說問問題是匿名的 就是說你不一定要附上你的真名 所以你隨便想什麼時候想要問什麼就問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舉手這個可能 同時四個人舉手,我們只能聽一個人嘛 那但是現在大家都在滑手機 所以可以同時問好多個問題,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如果你看到就是別人問的問題的話 那你也可以按讚 那只要按讚的數量越多的,它會跑到上面去 所以就是說如果一個問題有五個人按讚 我就知道說在這邊有五個人都想要聽到關於這個問題的講法 那這樣子我就知道說我就比較focus我的時間在這個上面 那如果中間任何這個朋友如果不方便掃QR Code或怎麼樣 舉手就好,因為我看到這邊有多的無線麥克風嘛 就直接舉手,我們就直接對彈 那就是舉手的優先順序啦,比這個線上的永遠都比較高 所以任何時候舉手都是直接可以開始對彈這樣 那所以我沒有一定要講什麼 所以我講的主題就是大家的問題來決定的 那就從現在開始到大概六點 那就看大家想要問什麼 然後我就按照,欸不是四點對不對 四點,好對不起 到四點這兩個小時就看大家想要問什麼 我就講什麼這樣 好,那所以我們就開始囉 那有一位朋友問說要怎麼樣運用科技 增加台灣在國際的能見度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那通常我第一個問題會回答比較久啊 因為就是讓大家比較有時間問接下來的問題 好,先跟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的辦公室 我在台北的辦公室 因為我當初加入行政院的時候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叫location independence 我在哪邊上班都算是上班 所以我在芝加哥也算是在上班 等於任何地方都算是在上班 那我這邊呢是叫做Social Innovation Lab 如果大家有到過台北有個叫建國花市 建國花市隔壁 你是以前的空軍總部 都是有圍牆圍起來有沒有 我們現在把圍牆拆掉 它就變成了這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非常漂亮跟以前那個軍事基地的樣子 完全不一樣 那這邊就是我們運用科技 去讓全世界看到台灣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這裡面的所有的家具 所有的一草一木啊 像這個足球場啊 都是台灣的我們叫Social Innovators 就是透過社會力量來創新的一些人來設計的 像這些這個足球場 是大家可能有聽過台灣 有個叫做喜憨兒基金會 喜憨兒基金會就是跟有那個Dance Syndrome 就是它的那個染色體跟我們不太一樣嘛 的一些朋友 有些Trisomate Difference 那我們看世界可能是透過數字 可能是透過文字 透過這些方式 他們看世界是透過Geometry 透過幾何的方法來看 那後來呢 我們就有一個Social Innovation 就是去讓他們去做藝術治療 後來發現他們畫出來的這些東西 就好像飯骨一樣 就是你看到之後就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們就翻轉 就是說不是好像我們要照顧這些喜憨兒 是這些憨兒變成藝術家 然後來讓我們這個空間更Creative 我在這邊呢 做的事情呢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 任何人在網路上面都可以約我40分鐘的時間 然後呢 我在這邊跟大家對談 把大家的想法變成在台灣可以實行的 再把在台灣實行成功的擴散到國際去 那這個在聯合國叫做永續發展目標 那裡面第17個就叫做 Encourage Effective Partnership 所以我自己在這邊辦公的做法 就是任何時候有任何人有想法 好比像說在一年多以前 有一群MIT的學生 那他們說我們要帶這個作品 這些東西叫做無人車 無人車就是他自己會開自己 你不用去開它 你只要坐上去告訴他你要去哪裡 他就把你載到那邊去 現在是這個最先進的一個科技 那這個無人車在MIT發展 它叫做PEV Persuasive Electric Vehicle 就是很有說服力的電動載具 那它跟別的無人車有什麼不一樣呢 有兩個不一樣 第一個是說三輪車嘛 這個銅鑰裡面都說跑得快 但是其實它跑得很慢 意思就是它撞到人 撞到東西都不會怎麼樣 但是很安全的 因為它就三輪車而已嘛 那不像卡車 卡車撞到人就很慘嘛 三輪車撞到人就撞到嘛 所以第一個它很安全 那第二個是說它都是開放的 什麼叫開放呢 開放就是誰都可以改 意思就是說它的軟體 如果你會寫一點點程式 你可以改它判斷 要先讓誰的那個規則 它的硬體你會點電子電路 你也可以改 所以呢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去把這些三輪車 實際放到空中 讓建國花市那邊來的朋友問說 欸你現在有這些新的東西 我們要怎麼樣把它融入我們的社會 那就很多人去想各種做法 好比像說 大家如果去過建國花市 可能知道很多賣蘭花嘛 一盆一盆嘛 你買了的話呢 那個很重 然後如果你拿個推車 就是一下子就這個就載不動了 所以他們就想說一個做法 就是這些自駕車 它就跟著你 就好像一個菜籃 但是它會跟著你走 所以你買花就放上去 然後你快滿了 它就叫下一台來 就跟在你旁邊 然後你再買它再放上去 然後買到最後 你就騎上第一台 它就幫你載回家這樣 所以像這種就是說 它不是在MIT去想說 台灣要怎麼用 它是把這樣子開放的東西 交給台灣人 然後呢 我們自己去決定 我們要怎麼樣去用 所以呢 像當時它不是有一個這個眼睛嗎 它看到不能判斷的東西 會閃燈 可是你也不知道 它到底看到什麼 所以我們這邊的人 就開始去改造它 所以呢 他們在這邊 一共有三次這個黑客松 就把那個一個眼睛變兩個 然後兩個還會眨眼 然後眨眼之後呢 它還會去看那個看人 所以慢慢它就變成 好像一隻狗狗這樣子 就是它會變成 我們比較能夠了解 它心裡在想什麼 那這個東西 我們叫做AI norms 就是人工智慧跟我們人 怎麼樣好好相處 的這樣子一個norm 就是我們一般的社會的常模 那台灣對社會有個 很好一個貢獻 就是說我們全世界 不管要做怎麼樣子 AI的一些朋友們 在台灣都可以找到 就是實驗的一個方法 然後呢 我們台灣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 我們每次看到這種新的東西 來的時候 我們不會說 一定是好像拉鋸一樣 好像 好比像說在其他的地方 它可能比較是Zero sum 就是說 好像經濟發展在一邊 然後環境保護在一邊 或者是像這個 科技的進步在一邊 然後社會的公平在另外一邊 好像Zero sum這樣子 那但是呢 我們在台灣在發展的時候呢 我們一向都是 把它加在一起 就是去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說 大家雖然地場不一樣 但是去找到一些 共同的價值 然後我們一起figure out 一些solution 然後這個solution 我們就可以去把它 去spread到全世界 所以我們machine learning 就是AI 人工智慧這個題目 在台灣 我們是有非常大的外交價值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些 無人車啊 或者是像我們去年 這個在台灣自來水公司 他們有很多這種老師傅 就是聽那個塑膠的水管 一有漏水的地方 他們就要每天去聽 聽說到底在哪裡漏水 但是呢 因為老師傅這個人有限 所以從一個漏水的地方 出現到它被聽出來 要七個月 那但是因為我們每年 都有一個活動 叫做總統杯黑客送 就是總統自己去看 全世界就是有什麼好的主意 可以來讓台灣的 做這些做法變得更好 那每年我們都會有 一百多隊來這邊報名 然後慢慢變成二十隊 十隊最後五隊 這五隊得獎的呢 就會變成是 總統頒一個獎盃給他 沒有錢 但是頒一個獎盃給他 這個獎盃就是一個投影機 這個投影機你打開 就是總統頒獎給你的那個畫面 所以它代表是什麼 代表是好像神主牌一樣 就是說代表是一個 Presidential Promise 就是說你的這個想法 你花三個月做出來 總統承諾你 接下來九個月 一定把它實現 變成我們小營政策的一部分 所以像海水 他們是有漏水的問題 但是他們有很多資料 他們就把資料分享出來 給一些像政大的研究生 HTC的工程師 資策會的工程師這些人 他們一起去做一個 Line上面的一個小幫手 每天師父醒來的時候 那個小幫手就優先告訴他說 師父你旁邊這三個地方 比較可能漏水 他就先去停 所以他準確率有到70% 意思就是說他70%的機率 是那邊真的有漏水 那師父就省很多時間 七個月就變成 可能一兩個禮拜 他就可以去把那個地方漏水 都解決 那當我們解決這個之後呢 我們同樣也是用 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目標 就是第六點四項這邊 去告訴全世界說 台灣有一個新的 偵測漏水的技術開發出來 所以他們馬上就被邀到 Wellington 邀到紐西蘭 然後紐西蘭本來也沒有缺水的問題 但是因為現在climate change 氣候變遷 所以他們慢慢開始有缺水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去跟Wellington 跟Auckland 跟這些不同地方的 紐西蘭的水公司合作 就幫他們去找出 診斷他們缺水問題 本來要停很大一區 現在變成很小一區 所以所有這些其實都跟我們傳統上 外交不太一樣 傳統上外交是好像 以開發國家要幫開發中國家 好像很富有的地方 要幫這個比較窮的地方嘛 但是現在不是啊 現在是我們面臨共同的問題 氣候變遷的問題 缺水的問題 海廢料的問題 各種各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自己有這樣一塊拼圖 我們把它實驗出來之後 我們就是所謂的co-creation 就是我們去Wellington 他們也把他們自來水公司的這些 水壓水流量的資料跟我們分享 然後我們一起來解決這個缺水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就不像以前那種 一定是什麼剪採啊 MOU啊什麼這些東西 但它其實更solid 因為如果你不是很相信一個國家 你不會把你的那個自來水的水壓水流量 這些東西全部都交給他們 所以這個事實上是一個很實質的一個幫助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永續發展目標底下 去進行的一個國際的這個外交 那我們這個外交的方式 就是去跟其他的國家結合 做成所謂的data collaboratives 就是繞著資料去做一個協同合作的關係 那當然我還可以舉很多例子 不過因為每個問題這個 我們看一下到底有多少個問題 有15個了 所以我們每個問題能夠回答的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就先回答到這邊 有7位朋友們問說華為的5G 是不是真的會監控使用者 以及對於川普目前對華為做法的這個意見 我現在不針對特定的公司啦 但是就是從PRC那邊來的這種自通訊設備 我們其實大概在6年之前 我們台灣還在部件4G的時候 我們就做過一個我們叫Systemic Risk Assessment 就是系統性風險評估 這個評估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時也有很多電信商問說 欸那我這個機房的設備 當時還是4G喔 能不能夠去用這個PRC來的這個component 那但是呢這個我們的國安會跟NCC 當時就發現說 其實你不能把它看作是一家一般的公司 我們如果是在別的地方別的市場 不管它是歐洲公司美國公司 他這個公司的公司治理他的領導人 一定程度上他要對市場交代 他不能去做一些虧心事 但是呢如果是在PRC的話 我們都知道說 就算是像馬雲這樣子的公司領導人 他其實並不是對市場交代 而是說如果黨今天要他下來他就得下來 如果黨要他抽換 共產黨啦 要他抽換這個他的什麼零件 他沒有辦法say no 因為他並不是一個市場經濟的一個地方 他是一個黨營的一個地方 黨國不分的一個地方 所以當時我們做了這樣子一個風險評估之後 我們就決定說 我們這不是市場機制的問題 而是說我們沒有辦法去判斷說 到底在什麼情況下他叫私營事業 什麼情況下他叫國營事業 這兩個是沒有辦法分的 就算衝突還沒有escalate的時候 隨時他說你要裝一個後門 你要裝什麼 那他的領導人 就是公司領導人如果反對 他就得下台 那何況說現在一定規模以上的PRC的公司 一定那個CCP就是中國共產黨 一定要在那個公司裡面 一定要有所謂的黨支部 所以意思就是說 是用黨來領導這個公司 他的這個決策的方向 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六年以前做這個評估 到五年前就4G真的在佈建的時候 我們就全面性的說PRC的所有 component 都不可以進入我們台灣的4G的系統 那這個是早就我們做了一個assessment 那當時是全世界沒有別的國家有這樣子做 那當然我們現在知道說大家都醒來了嘛 就是無懼的時候 所有人都在做一樣的system risk assessment 所以我們就在國際上面很有話語權 因為大家都還在問說 到底什麼叫核心 什麼叫做非核心 到底怎麼樣子是更新的時候 它會入侵 還是它從這個資料的儲存的地方 它就可以入侵等等 哪些attack vector 那這些很多國家都還要去做lab嘛 做測試 那台灣都不用做測試 因為我們每天都來前線嘛 每天都有這個實際的這個情形 可以去貢獻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我們在資訊安全上面 就有很多可以跟其他國家接近的這個地方 所以簡單的來回答就是說 如果它是5G的核心網路 它的核心的基地台 本來它的工作之意就是track 所有使用者它的行動 甚至包含你的手機 現在拿的角度啊怎麼樣之類 就是離它的塔台稍微比較近比較遠 它要改它的frequency 這本來就是核心通訊模組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因為沒有辦法去說 它到底什麼時候會變成黨的 所以我們在台灣都是說 那從4G開始我們就不讓他們進來 那當然就是川普總統目前是告訴 就是其他的就是arm也好啊 Google也好其他也好 就是說因為華為它有engage一些 industrial espionage 它有一些就是跟伊朗啊 或一些其他的就是理論上 它已經答應過不要做生意的人做生意的 這樣的動作 所以現在就是去全面的去說 那我們就是不讓華為來access 這些美國的這些technology 那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不要說是華為 任何PRC originated的這些device 我們現在在台灣的公家機關 台灣的關鍵基礎設施 所有這些有可能會有國安問題的這些地方 我們都是禁止使用的 而且我們不只是用這種黑名單來禁止使用 我們有白名單 就是我們會推薦說 某一些台灣自主研發的 沒有這些問題的 我們會推薦機關優先的來採購 透過共同供應契約等等購買 那這樣子全世界都可以看到說 Made in Taiwan的這些自通訊設備 以後這個品牌 就有點像是以色列的那個品牌一樣 就是說是大家可以相信的 而且是特別hardened 就是在這個每天PRC的攻擊底下 都還是有撐過來的這些自通安全的一些裝置 所以我想這個對於台灣的自通安全 在台灣的國際上面的品牌 所謂的non-red supply chain也是非常有幫助 那有五位朋友們問說在國外的個人 有沒有辦法用適合的方式 讓台灣被看見被聽見 這非常好的問題 我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們跟AIT一起來做的一個活動 剛好就是在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在AIT40周年的時候 我們一起run了一個叫做 Shared Value in US-Taiwan Relationship 所以我們就launch了一個campaign 叫做Digital Dialogue 那我們做的事情就是我們每兩個月 會挑一個題目來問全世界的人說 我們可以怎麼樣promote US跟台灣的relationship 那我們第一個題目就是 這位朋友問的問題就是 How to promote Taiwan's role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所以這個題目目前還有四天 還有四天 那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 可以到talk to AIT 或者如果你要google關鍵字的話 找數位對話就會找到 然後你就可以跟全世界的人一起來想 到底要怎麼樣讓台灣在世界上能夠被看見 這個叫做promoting台灣's role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所以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好比像說有一位網友 他就表示說這個 應該要成立亞太地區一個新的經貿組織 我們應該來promote這個新的經貿組織 那你可以按贊成 或者你可以按反對都可以 那你按了之後呢 或者是說我們應該多花一些時間來promote 台灣的自由跟民主的這個價值 好比像說台灣最近這個才剛剛好 就是通過了就是全亞洲第一的就是同性結婚 但是不是同性結陰 就是婚姻的婚的部分 沒有陰的部分 對那這個部分A是亞洲第一嘛 那所以在全世界是有非常高的能見度 那這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就是多讓其他人知道等等 對那所以所有這些idea 就是也很歡迎大家在這邊提出新的idea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其實所有投票的人 他分成不同的群組 好比像說右邊這群人他們認為說 每次PRC阻擋台灣參加國際活動的時候 美國應該就發明一個什麼別的國際活動讓台灣參加 這是其實很有創意的一個見解 左邊這群人完全不這樣想 對那但是就是說雖然大家可能有分不同的陣營 台灣大家都知道 那但是有一些東西是不管陣營 大家都都同意的 好比像說你要宣揚我們的宗教的寬容多元化 那法治言論跟集會自由 這些是台灣特別跟PRC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個是不管藍營或者綠營都是完全同意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exercise 最好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讓我們看到說 雖然我們媒體可能都會focus在 就是大家特別壁壘分明的 Divisive的那個部分 但是其實絕大部分的台灣人 是有非常強的consensus 就是對於到底要怎麼樣 promote台灣的在全世界的這個角色 其實有一些是沒有人反對的 那我們就是就這些沒有人反對的 我回台灣之後 六月四號也是很有象徵意義的一天 就會幫忙這個moderate一個 discussion 就是請我們北美司的同仁 就是外交部的同仁 跟他們AIT的應該是政治組的同仁 那就坐下來然後談說 我們怎麼樣把大家的這些很好的一些建議 變成我們接下來實際上台美雙方 一起推進我們外交的agenda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我們叫做public diplomacy 就是公眾外交 不是只有外交官才能夠做外交 是大家都可以來幫我們想 任何各種各樣的方法 來促進台灣在世界上的能見度 所以還有四天也很歡迎大家參與 你就打數位對話就可以去做參與 然後也可以看到其他人的想法 那我們這個題目是比較soft 那下一個題目就是怎麼樣 在新的這個經貿關係裡面 讓台灣在經貿上不但不邊緣化 而且還可以有regional leadership 怎麼樣促成經貿的合作 那第三個當然就更是這個 就是在security方面的collaboration 軍事跟安全上面的合作 所以每個題目會越來越硬 但是第一個就是要怎麼樣 要讓台灣的能見度越來越高 這個我想我們是有凝聚出一些共識來的 好 那有四位朋友們問說 我們的社創實驗中心 跟社會企業是同一個概念嗎 還是兩者有區別 因為社會企業是台灣很熱的一個話題 社會企業就是所謂的social enterprise 那是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 就是說有一群人 那他們有一個很明確的社會使命 一個social mission 好比像說像喜漢兒文化基金會 他們就是要翻轉大家 對於down syndrome 的這個印象 OK所以它有一個使命 有一個mission 那第二個是說它有一個market 表示說它有服務或產品 能夠推出到市面上 好比像說喜漢兒可以幫你的這個地方 做visual design 這就是他們的service 或者是他們也有賣很多烘焙的什麼糕點啊 或者是餅乾啊或者這些東西 這是他們的product 所以你不管有product還是service 總之你有一個market 所以這個東西是它的跟你互動的方法 那第三個是說它要measurement 就是說它每年要有一個類似公益報告書 讓大家知道說它做這樣子的生意 具體的讓多少的漢兒獲得了就業機會 就是具體的去翻轉了大家 對於漢兒的這些認識等等 那其實就連喜漢兒這三個字本身 它其實都是一個innovation 因為有這個字以前大家是叫智障嘛 或者叫白痴啊 或者這些就是一個很很就是讓人不舒服的一個名字 但現在這個憨兒已經是大家well accepted name 所以就是說社會創新跟社會企業的關係 應該這樣講就是說一個社會企業就是有mission 有market 有measurement 那這三個加起來構成社會企業 那社會企業在經營的過程裡面 它必須不斷的去動員大家 去翻轉大家的想像 去mobilize 大家 那這個mobilization 就是社會創新 所以社會企業可以說是一群全職在做社會創新的人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要說 特別說社會創新實驗 那這也有一個原因 就是說因為我們在做社會創新行動方案的時候 我們觀察到並不是只有社會企業才能夠做社會創新 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光譜 就是社會企業它可能是在中間在這邊 那所以它有很多形式嘛 它可以是co-op 可以是company 可以是charity 可以是各種各樣的狀態 但是呢有一些呢其實它是 本來就不是盈利的組織 好比方說大學 大學也有做社會責任 那這個時候你就不能說它是社會企業 因為它不賣東西嘛 但是它還是contribute to social innovation 幫忙做研究幫忙做這些事情 那就算是傳統的這些企業 好比像說像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是 家樂福carefort 那它在台灣最近做一個很好的事情 就是它去推廣說賣雞蛋的時候 特別去告訴大家說這些雞蛋的這個蛋機 不是被關在很小的鴿子籠裡面 那它是對這個animal welfare有幫助 那所以他們就是跟台灣動物社會福利研究會 動社一起等於去raise awareness 要大家去改變消費雞蛋的這個方法 然後去demand說我們不能對動物很殘忍的方法 來產生這些雞蛋等等 所以他們也有在做mobilization 也在做advocacy 可是你要說家樂福是一家社會企業嗎 可能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因為它的mission並不是動物解放 但是它還是對social innovation很有幫助 所以social innovation是一個比較inclusive的一個詞 就是把不管你一開始是不是 mission market measurement都有 你可能缺其中一兩個 但是你還是願意contribute to 這個public good的人所有人都抓進來 那這樣子就是我們推廣社會創新的一個目標 所以社會創新是動詞 然後社會企業是名詞 那社會企業就是全職在做社會創新的一些團體 那但是除了社會企業之外 我們還有很多像教育部啊 這個他們的現在在國中小 我們都有去讓學生實際去服務他們的社區 用所謂的problem based learning 就是去看那個社區有什麼社會問題或者環境問題 然後一起去解決 他們這樣也可以獲得credit獲得學分等等 而且我們有很好的證據顯示說 在k to 12的階段用這樣的方式學習的小孩 他們到了大學的時候去選的科系 就會是能夠幫忙他們解決他們community問題的科系 如果你在國中小的時候 把他們都關在學校 不讓他們跟社會接觸的話 那他們去大學的話 他們選的就是別的 而且大概就不會回來了 就是那個台灣很多地方的人口流失 就是因為他們在小的時候 沒有去結合這些social mission 去進行教育 所以我想教育的部分 還有我們外交的部分啊等等 這些我們現在都是用social innovation 去扣合所謂的聯合國有去發展目標 去告訴大家說 我們雖然有不同的組織心態 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我們都可以有一些共同的 想要解決的社會問題 所以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我們有一個網站 SI 就是social innovation.taiwan.org.gov.tw 那在這邊這也是雙語的 你可以隨時去切換 你隨時就可以去看說 台灣的某一個角落 它現在在focus 在哪一些社會創新上面 每一個社會創新它 可能focus在可負擔的綠能的資源 海洋生態 這些部分 然後呢 在做這些SDG相關的組織裡面 這個有哪一些公司型態 協會型態 合作社型態 是你可以tap into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些聯合國有去發展目標 來當作共同的這個mission 然後去把所有在台灣做這個mission的 不管它是什麼型態的人 把它結合在一起 這個大概這樣子會答 這是什麼警報還是什麼東西 OK 那有四位朋友們問說 現在網路上面假訊息很多 該怎麼辦 這非常好的問題 簡單來講就是說 當你看到的時候 就是先深呼吸一口氣 然後呢 然後先問自己說 這個是真的還是假的 就是這個還是假的 好 那其實這樣就夠了 其實全部就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假訊息它要的就是 你一下子想都不想不假思索 好像義憤天陰這樣子 就盲目的分享出去 如果你願意稍微靜下來一下下 然後問說 這是真的假的 它就喪失它的傳染力 它就像是流感病毒這樣一樣 你抵抗力如果比較弱 那你就很容易傳染給旁邊的人 那如果大家抵抗力都比較強 自然就沒有這樣子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在台灣 我們是有一個 就是對假訊息有一個很明確的一個定義 就是它是惡假害 就是它是故意的 然後它是就是虛構的 而且它要造成一個危害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有就是自律的面向跟他律的面向 那自律的面向呢簡單來講 就是我們讓大家的這個公民嗜毒的素養 都可以提升 然後養成獨立判斷的這個能力 那這個當然就是說我也知道說很抽象 所以我們來實際的說一下 到底台灣是怎麼做的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絕對不是透過言論審查的方法 我們旁邊有很多 jurisdiction 都是因為假訊息的關係 所以在那邊退行言論審查 那不只PRC啊 新加坡也是這樣啊 然後馬來西亞之前也是這樣 那但是我們不是不會這樣 是因為我們包含我自己都還記得那個戒嚴的時代 那所以我們真的記得言論審查是怎麼回事啦 所以是絕對不會回到那邊去 那所以我們反過來講就是說 欸那你要一個病毒不要擴散 那戒嚴就有點像是說去quarantine嘛 去把人關著 你不讓他走出去自然就不會擴散 可是你就會限制人的人生自由 那所以我們的做法不是我們做法是 是inoculate 就好像說流感快來了 那你就打流感疫苗 打流感疫苗就不會不會得流感了 其實就是像這樣的做法 所以我們隨時每一個部會都會去 就是每個行政院的每個機關都會去看說 網路上到底有哪一些流行的謠言 正要爆發還沒有爆發 然後呢所有部會收到之後 他們就要在兩個小時 現在已經快要到一小時之內 就要做出一個equally compelling 就是一樣好玩的或者更好玩的 更有傳染力的一個東西 然後讓大家能夠去散發 那我們的觀察是說 我們就要在一小時之內能夠做出 這樣子的圖文這樣子的影音 那包含我們總統去上這個stand up comedy 或者請畫家把它亂畫一下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副院長 這個直播玩這個video game 或者是這個反正很多 我們現在有各種各樣的方法 那無論如何 我們只要讓足夠多的人 在一小時之內 就可以開始受到這些inoculation 我們的觀察就是說 那等到這個謠言 disinformation真的在爆發的時候 他碰到大部分人 超過一半的人 都已經先看過我們這邊的clarification 那這樣的話他就不會轉傳 而且他也不會就是爆發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並不是做言論審查 而是我們預先inoculate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會問啊 我們怎麼知道 到底現在什麼謠言即將要爆發 我們怎麼去看 就是說大家現在正在流行的謠言是哪些 那我們有很多民間合作的朋友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只介紹兩個 一個叫做真的假的 那我這邊先講一下 就是他沒有那個性別歧視 你每次去這個網站 他都會換一個人稱代名詞 對 OK 對 OK OK 好 那所以就是大家都會轉傳謠言 好 那所以他的概念非常簡單 就是說這是一個LINE的機器人 你只要把它加成好友 那你每次看到遙遠離忍不住要轉傳的時候 因為他有的就是很扯或很好笑或什麼 就忍不住想要轉傳 那你就轉傳給機器人就好 那這個時候機器人收到之後 他會幫你去查證說這個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這個很像什麼呢 很像我們那個email的垃圾詐騙郵件 大家都搜過那個spam 就是垃圾詐騙郵件 好比像說它是什麼國家的什麼網址 有五千萬要匯錢給你 要你給一個銀行帳號 這種應該大家都搜過 或賣一些奇怪的藥給你之類的 那就是說email它是private communication 理論上國家是不能夠來監控的 但是呢我們當時2000年的時候 我們解決spam這個問題的做法 就是說服每一個做email的廠商 都加上一個檢舉的button 就是一面小棋子 所以你只要看到spam 你就檢舉它是spam就可以了 它就會跑到國際上一個叫做spamhouse的一個組織 我們就可以知道現在最流行的垃圾郵件是什麼 然後那個垃圾郵件再想要寄給別人的時候 它就不會寄到收件下 就會跑到一個叫做junk mail 叫做垃圾郵件的資料架 所以again it's not censorship 因為它信件還是寄到了 只是說它不會浪費你的時間 你時間很多的時候才會去看 或者就不會去看了 但是總之it's not censorship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現在任何時候打開這個 我們就可以知道現在在台灣 所有用line的人裡面 目前最流行的謠言是哪些人 只要看有多少人回報就可以了 這個真的是蠻多的 什麼已經下令 什麼水果乾的 有一個色素 喝茶可以補蓋 然後我不知道這個 大家有沒有一粒檸檬放在臥室可以救命 這個 OK 之類的 好 那 anyway總之這個 我想我們就不一一念出來 可能會精神污染 但是 這個就給我們一個early indication 就是到底現在最流行的是什麼 然後呢 不管現在正在流行的是什麼 就有另外一批人叫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那他們都是independent journalist 而且不接受任何政黨政治人物的捐款 那等於是croft funded 好比像說他就會看到現在大家最常傳的謠言 像最近常常傳的一個 你看他們看到的時候已經500次分享了 不過表示這個還算是early intervention 這個應該就是還沒有到幾千次分享 然後就是就說這個馬政府時代每度電2.2 現在每度電5.5 當然不是這樣子 他們就實際去查說發現說馬政府時代是2.3到3塊錢 那現在是2.5塊錢 就是大概在中間 所以其實電費並沒有漲 那然後他們就去實際的去看 就歷年平均電價的統計啊 去找台大風險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就是他不是只是說這是假的 他會告訴你說他怎麼查證什麼東西才是真的 的這個方式去提升大家的medial literacy 那所以最後一關就是說 當他查核這個是錯誤的 那到6月的時候 LINE已經答應說就會把這些最新的澄清 都放在LINE的 現在有LINE today嘛 就是最新的新聞 那LINE接下來會有一個專區 就是最新的澄清 就讓大家第一時間看到這些新的這個澄清文 那以前你要手動去forward給真的假的 那LINE也答應說會把真的假的 還有好幾個什麼萊姆舊吐司啊 Michael Penn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台灣所有在做fact check的這些人 全部整合成一個官方帳號 那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一個謠言的時候 你不用特別去加他當朋友 LINE就等於已經主動幫你把他加當朋友 就只要long tab 然後說forward去fact check就可以了 所以即使是在LINE這種點對點加密 就是我們不能開拆 好像信封不能拆開的地方 我們都用以前那種防製垃圾郵件的辦法 讓大家能夠很快的知道到底哪些是謠言 然後試著讓這些謠言即時澄清之後 先讓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看到 所以這我們目前對付這個假訊息的一個方式 那當然這是成平時期啦 真的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會escalate這個東西的penalty 那不過因為這個目前立法院還沒有三讀 所以可能到六月的時候再跟大家做更詳細的報告 那簡單來講就是任何 只要是用錢來散發這些假訊息的 我們就會去追這個錢的金流 好像洗錢房子這樣子 我們基本上就把它當做政治獻金 就只有台灣人可以付錢買選舉的廣告 而且這個錢的揭露必須要跟政治獻金一樣 那如果每一手揭露出去到最後發現 有外國的有這個就是PRC或者香港澳門的錢 那這個就是很重的刑罰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是讓外國資金不能夠來介入選舉 大概是用這樣子的方式處理 所以就是停下來問一下是真的假的 然後善用各個平台的一個檢舉的機制 那有五位朋友們問說 面對現在被中資滲透的主流媒體 有什麼對策 這也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我們要做所謂的public attribution 就是說我們要讓這個台灣大家知道說 到底哪一些行為已經不能叫做journalism 那當然NCC現在有做一些工作 那大家對NCC最大的一個complaint 很可能就是說它罰的錢太少了 就是不痛不癢 不過就是基本上它罰再多 其實因為從就是PRC的角度 這個並不是為了賺錢 這個是政治的預算 所以其實這不能只靠罰款來解決了 我們要解決的方法是把這件事情 不是journalism的這個概念去讓大家知道 就是說如果沒有查證 如果沒有做任何就是fact check 如果沒有做任何平衡報導的話 這個並不是就不能夠叫做新聞 那這個institutional media 也不能再把自己叫做新聞工作者 那這個新的norm 是我們現在工作的一個目的 那之前的問題是說 像在上次選舉的時候 就算有一家媒體他收了境外的資金 他做了所謂的公關稿或者是業配 或者是說他就是dedicate他非常多的時段 他的所有的記者因為收了錢都去採訪 特定的候選人等等 或者是去誣賴特定的候選人 像有人什麼辯論會是不是有戴耳機 還是什麼就是很誇張的那種東西 那這些事情即使他有收外國的錢 在上次選舉的時候 因為我們法無名聞去禁止 所以其實就算我們的調查局 我們國安局已經很明確的知道說 到底有哪些媒體他社論協議前 都要先送北京看過然後再送回來 但是因為這個東西他在當時 並沒有特別說選舉期間做這些事情是非法的 所以我們也就不能去起訴 我們如果不能去起訴的話 我們就很難去造成一個新的norm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會在六月就是立法院臨時會期 把選舉期間的哪些事情是媒體可以做的 哪些事情是媒體不該做的 這個去用兩選罷法跟公投法的修正 去把它放到我們的法律系統裡面 那在六月這些通過之後 我們到下次選舉的時候 我們如果還有媒體這樣子做事情的話 那它就是違法的 那我們就可以在起訴的這個level 而不是在NCC糾正自律原則的這個level 來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這是我們去把它從regulation level escalate到law level 目前是這樣子的方法來做 有四位朋友問說台灣的政府 要如何對抗資訊戰 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就是我們自己的即時澄清 這是第一道防線 那第二道防線剛剛也講了 就是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就是大家檢舉 檢舉之後由第三方來做事實查核 做了事實查核之後 那LINE會給一個報告欄 那我們也觀察到Facebook 在其他世界別的國家 它有一個系統是說 只要fact checker說這是假的 是錯的 而且他有評有據說這是錯的 在Facebook的話 他就不會在別的朋友 他的朋友的牆上去顯示這則訊息 那如果你只有一個朋友 那他沒辦法只好顯示這個訊息 你很邊緣嘛 但是只要你有第二個朋友 那他就會去顯示你的第二個朋友的訊息 就不會再去顯示這一則假訊息 所以這個就很像什麼 很像放到垃圾郵件資料夾 就是it's not censorship 你專門去看還是看得到 所以它上面會多一個mark說 不是Zuckerberg那個mark 會多一個那個i 就是information的mark 去說這個東西它已經fact check as false click here to learn more 就是說這個東西已經事實查核 已經是錯的了 那你請按這邊了解更多 那Facebook在其他的國家 目前有開始部署這樣子的一套系統 那我們也很期待 事實上我們也有很好的 也有相信他很快也會在台灣 部署一樣的系統 所以這個public notice 就可以變成讓它的virality 能夠降低 這是我們第二道防線 那第三道防線 除了我剛剛講的 就是在選舉期間 去確保說境外的資金 不能夠進入我們的選舉之外 我們也會要求所有的廣告 有一個honest advertisement 事實上美國這邊 有一個很類似的一個提案 那但是目前也還沒有三度通過 那美國這邊 因為Facebook找到了一個漏洞 說因為其實美國這邊競選的文宣 什麼上面都要印是誰sponsor 但是有一個漏洞說 如果它太小 沒有辦法fit那個fine print 好比像說一個小徽章的話 那它就可以不用印 那所以Facebook就主張說 我們在線上的東西 沒有辦法印墨水 所以他們就可以不用印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判例 那但是在台灣 我們沒有理它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很快會在六月 去把它散讀通過 就是任何人都必須揭露 它廣告資金是哪裡來的 那這個也可以有效的去防堵諮詢站 但是我覺得這個事都是被動的 那我們其實真的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也有三件主動的事情可以做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讓大家都能夠第一時間了解 政府到底真的在做什麼 而且它不是只是單向的了解 它可以去interactive的去問大家 那我們政府的這個平台叫做join平台 join.gov.tw 那台灣2300萬人大概有500萬 都有上過這個平台 你在這上面就可以一次的看到 行政院所有的機關所有的計畫 花的每一筆錢 接近2000個這個中長城的專案 到底把大家納水錢花到哪裡去 大家最關心的長期照顧 污水下水道 社會住宅 食安 房災 桃園機場第三行下 這些都有在上面 那像長照是10年的一個計畫 非常非常的久 那像第三年 我們目前在第三年 你就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一季我們又做了哪些procurement 我們又開了哪些研究案 我們實際完成哪些KPI 它預算執行率有沒有跟上 但是最重要是說 任何時候你只要對長照有問題 馬上就可以在這邊留言 那我們衛福部的同仁 就會立刻來回答你 而且會每一季告訴大家說 我們這一季因為大家的input 我們的政策有怎麼樣子的調整 有怎麼樣子的改變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你有一個朋友 他隨時都會跟你這樣子 及時的回應及時的溝通 那你聽到關於他的謠言 你一定就是來問他嘛 但是如果這個朋友 這個一年才回你一次訊息 而且回訊息都是這些八股文 那當然就是關於他的謠言 就很容易去流傳 所以這種direct interaction 我覺得這才是 就是我們所謂的open government 裡面最重要的一環 就是去增進大家的這個trust 那當然另外就是我們的fact tracker 也會加入 international fact tracking network 因為我們發現說 他們這些做this information 資訊站的 他們都會抄彼此的技術 就好像做spam的 做垃圾郵件的 也都是抄彼此的技術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會跟各國 都有這樣子的一種合作 去把這種hybrid warfare 就是我們面臨混合戰的這個情況 具體的去跟各國彼此之間分享 然後在有最新的技術出現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還有剛剛講的很重要 就是public awareness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到底新聞台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我們怎麼frame一個media 一件事情它有好幾個角度 而且這個網友的這個意見 很多時候它是可以操縱 可以帶風向等等 那最近在台灣應該是4月的時候吧 有一個非常很多人看的一個電視劇 叫做我們與二的距離 簡稱與二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的一部片子 它就是在imdb上95分 其實在台灣的domestically的rating還更高 那它現在因為賣得這麼好 所以HBO Asia可能也會跟它開始合作 那它所做的事情就是把社會最爭議的一些議題 到底媒體怎麼看這件事情 風向怎麼帶怎麼操縱 以及媒體怎麼樣更responsible 都去用一種很淺顯易懂的方法 在十個就是電視劇的劇集裡面 一步一步帶觀眾去理解 那這個東西看完之後 其實你看媒體的方式就會不一樣 你也比較知道媒體到底實際上是怎麼樣子來運作 所以這個東西就叫media literacy 那當時我們在編前站基礎建設預算的時候 其實這是最特別的一筆 因為我們一般做基礎建設叫infrastructure 就都是我們叫資本門 就是買硬體啦 蓋房子啊造橋啊蓋鐵櫃啊 這些都是基礎建設嘛 因為你蓋好了可以放在這邊 大家可以一直用 可是文化部就主張說 它拍這樣子的電視劇也叫基礎建設 那主技術就說為什麼這個可以叫基礎建設 明明都是經常的 所以我們就幫忙文化部去justify 說它拍的過程用的技術是公開的 所以這樣子你以後如果想要用各種各樣子的台灣各地的這種模型 你都可以直接在台灣數位模型庫 把公式拍這些東西的時候 把台灣最有名的一些台中火車站啊 北港朝天空啊孔廟啊龍山寺啊所有這些高畫質的這些數位模型 以後你要做電影做漫畫做什麼東西 你都可以很容易的來使用 所以這個是in the commons是大家共用的 那第二個是說除了它的製作過程之外 它addressed這個社會議題也是公共的 像剛剛講的media literacy 那第三個就是說除了它的素材 以及它的製作的這個topic之外 它的製作的這些人員 它也是盡可能的去讓這些人 是從就是independent studio 就是不會讓只讓柴才團 而是一些新銳的導演 一些個人的工作室等等 都可以參加到這樣子的製作當中 所以綜合這三個它覺得它也有它的mission 所以後來我們就面為其難說 好吧這個也算是就是infrastructure 但是後來我們就發現說這個拍出來 真的它的公共效益非常的高 它讓我們一些以前很難對話的一些公共題目 現在都變成是可以對話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文化建設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這個也是我們主動政府主動做的一環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我們不會把 資訊戰當作是單一的敵人 我們是把它像是流行病學模型一樣 就是一開始是讓大家 都有最基本的media literacy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就要去support research 去因應這些新的hybrid warfare的一些方法 那第三個就是說當選舉期間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做一些就是起訴的一些動作 告訴大家哪些是可以做 哪些是不能做的 大概分成這三集來處理 那有四位朋友們問說要如何應對 中共的資訊戰以及無孔不入的基層滲透 我覺得資訊戰大家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說它不是在挺特定的人 它也不是在反特定的人 它的目的是在soul discord 就是說我們剛剛不是有給大家看一個polis 就是我們的report嗎 在任何題目我們做過就是上百個這種題目 每一個都是這個形狀 就是大部分人對大部分的事情 大部分的時候大部分都是同意的 都是有rough consensus 那這個是社會的一個自然的形狀 資訊戰要做的事情就是soul discord 就是讓大家以為 讓大家以為這個圖是倒過來的 讓大家以為我們大部分的人 不是這個陣營就是那個陣營 讓大家以為說這個陣營裡面 還分成這個派系跟那個派系 讓大家以為這個派系裡面 還可以分成這個沖組跟這個歌派 然後沖組裡面還可以再分 就是說資訊戰的目的就是要一個共同體 一個polity 它裡面的每一個個人都單字化 都atomize 然後覺得說其他所有人都是敵人 只要做到這個資訊戰就成功了 那反過來講 我們如果實施心裡都有這個picture 就是no matter what 所有的台灣人其實在大部分的事情上面 都有大部分的公式 那我們這個共同體的感覺就保持著 那保持著資訊戰就不會成功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雖然這個就是聽起來很容易 但是事實上很困難 因為你在網路上面看到一個 績笑別人的怒罵別人的 或者怎麼樣別人的 你可能覺得很好玩你就轉了 那這個無形之中就是在幫助hybrid warfare 在幫助混合戰 在幫助資訊戰 所以就是盡可能不要讓自己被武器化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另外就是基層滲透的這個部分 基層滲透部分我們現在大概分成兩個方法 一個是說如果他就是披著政黨的外衣 然後做黑道的事情的話 那以前因為就是要政黨自由等等 集會解釋自由 所以法律其實是有很多漏洞 那現在我們又把這些把它補起來 所以如果他披著政黨的外衣 但是其實真的做黑道的事情的話 現在已經是有法可管的 那以前是就是法律有各種各樣的漏洞 就甚至是連就是幫助這個外國勢力 顛覆這個台灣的就是民主政治 那這個外國都不包含大陸地區 那所以就變成說根本無法可管 那這個我們都在這一次就是這個會期 或下個臨時會期就會把這些漏洞都補上 所以同樣的我們還是回到法律層級去處理這件事 這是一個那第二個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會在最基本的就是媒體試讀 Critical Thinking這邊 我們從今年八月開始 從小學一年級 國中一年級 高中一年級 都用我們叫做新的課綱 就是New Curriculum New Curriculum裡面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說 Media Literacy它不是一堂課 它是每一堂課教國文 教數學 教什麼教社會 教這些的老師 都要讓學生知道說 並不是老師說的就是真的 不是說老師講的就是標準答案 很多事情也沒有什麼標準答案 老師是跟大家一起去看網路上的資訊 然後一起去做判斷 然後一起去做學習 那因為我們就發現說 很多它的滲透是因為 用一個威權時代的一個 又標準答案的這個東西 然後它就像是心靈的一個後門一樣 就是你用特定的字體 用特定的方法 用特定的口吻 用特定的什麼方式 就好像你非相信不可 那就是非常就是威權時代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們如果讓小孩從小就有自己獨立判斷 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的話 這個才是能夠抵抗這個基層滲透的一個方法 就是他自己回去想一想說 為什麼他現在要跟我講這件事情 為什麼他要這樣子講 所以這個是我們就是比較製本的一個做法 有位朋友們問說這個 手機是不是應該要納入民調 行政有沒有手機的資料庫 以我的理解啦 其實現在手機做民調的時候 並不是用手機的資料庫 它就是可能前面五碼這個什麼09 像我是0918好了 或者0905或什麼之類的 它前面的五碼去把它鎖定 然後呢之後後面的就是五碼 全部都是隨機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每次都像筛筛子一樣 它並不是有一個手機的資料庫 因為手機它如果是空耗你就掠過啊 你就再打下一個就好了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它比較沒有辦法去說 我有一批手機號碼然後去作弊 它比較難這樣做 它是完全是等於是 一下子就是所有手機的門號 當然你也可以說 好啊那我就趕快再選前去申請 幾千個手機門號就可以了 不過這個是很困難的 因為這個是電信詐騙跟就是翻期前防制裡面 一定會trigger的一個signature 所以其實你非常難拿同一個人的身份證 或拿人頭公司 去申請到幾千個手機門號 It's actually very difficult 所以我們自己在這種電子連署啊 這樣子的事情上的時候 只要沒有到公投那麼大的拘束力 我們都是用手機門號sms 再加上email認證 我們就已經算是就是身份的驗證了 所以我並不認為手機民調操作上面 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主要的問題只是說 雙方要對這個手機民調戰的比例 它的方式等等 要能夠就事論事 在事實這個層次達成一致的共識 那這個呢通常我們的做法 就是找一個minor impact的 好比像說一個議員層級的 市議員層級的這種民調 那我們用式化做一次 用手機做一次 然後大家去算它的實際上面 在統計上面各種顯著的程度等等 然後這樣子各個派系都可以了解到說 OK 那手機跟式化大概就是會有這樣子的差異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我們這種low stake的這種實驗 在兩大黨都還沒有做出來的情況下 一下子就要面對最高的stake 就是總統候選人 那這樣的話雙方的互信當然都不足 但是我覺得with time 我們就會在這種比較small scale的方式 去釋出手機民調怎麼樣 才可以讓大家都能夠心服口服 but it takes time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不太可能說 短短的幾天之內就replicate 這些evidence based的東西 我想現在主要的爭議是在這邊 為什麼會一直收到什麼淹水警告 OK 我還是把它關到飛航模式 不過這也表示這個相當好用 非常主動的service 有四位朋友們問說 machine learning AI data science 現在流行用在工部門 想目前知道 data driven policy在台灣的發展 一個fundamental的問題是所謂的data silo 不同的data的owner不會互相溝通 請問有沒有open common schema solution 這個超級專業 我不知道在場到底幾個 聽懂 所以我就直接打開我們這個schema.gov.tw OK 就這樣大家才比較知道這個問題到底在問什麼 OK 但這個問題在問的是說 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部門 它可能叫不同的名字 然後在不同的地方政府 它可能也取不同的代碼 所以呢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政府的資料標準平台 去告訴所有人說 所有地方政府也好 中央政府也好 所有這些也好 當它提到 國民身份證統一變號的時候 它就是叫做ID 然後它的可以用的直譽 就是它一定是A到Z開頭 然後1到2 然後之類之類 那等到我們很快了 其實大概明年 就會開始把這個 他們叫ARC 就是外國的居留證的證號 現在都是AA開頭 AC開頭之類 會變成A8 A9 A7 就是我們會把身份證的789 變成是外國來台居留的人在用 因為不然的話 他們有很多權利 像什麼訂車票 訂電影票 莫名其妙就訂不到 就是很悲慘 對 所以我們會想辦法 把這兩個格式加以這個一致化 那當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就要改系統了 可是改系統的時候 我們就只要改一次 就是改這個共通的資料標準 那這樣子 所有其他別的公部門的系統 就可以一次都可以修改 所以同樣的就是地址 村里0 郵遞區號 分機行動電話 機關代碼 電子郵件日期時間等等 現在在台灣的各級的政府 都有一個共同型的資料 一個標準 那或再舉一個例子來講 就是在我們現在在推的 所謂的長期招呼 長期招呼其實不是 只是衛福部的事情 它同時也是 內政部的事情 也是國發會的事情 也是各種各樣子 不同的部會的事情 所以同樣的 所有長照的系統 不管它是從社福 從衛政 從醫室 從心口 從這些地方來 這些現在都有一個共同的 這種不同的組合的一個代碼 所以先回答這個最後的一個問題 就是有 我們有 而且我們會把越來越多的 放到我們政府資料開放的平台 好 那就算現在大家都有相同的這種 編碼格式 資料可以互通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大家願不願意把資料拿出來 彼此互通 那我們每一次的總統背黑客松 就是在探討有沒有什麼新的 可以讓這些資料互通的這些方法 好比像說 像這張圖它顯示的 就是我們叫民生公共物聯網 就是分別是那個災害警示 就是我剛才收到的那個東西 它的資料標準可不可以互通 水資源水品質可不可以互通 然後地震的預防跟預警 然後以及就是大氣 就是空氣品質可不可以互通 所有這些東西我們就把它放到 就是國防中心 就是我們剛進這個全世界 前二十大的超級電腦 能源利用率全十大 台灣三二號 然後在那邊去進行 直接的快速運算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不是只有台灣自己 政府自己收集的資料 我們也包含民間收集的資料 也都可以拿進來 變成我們Data Collaborative的一部分 那我只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們在民間有很多朋友 用叫做Airbox 它就叫空氣盒子 它大概只有不到一百美金 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裝置 那現在也有水盒子 那也是很便宜 那空氣盒子 你只要放在你的陽台 它就會自動知道 你這邊的PM2.5等等 這些空氣污染的程度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在地圖上看到 這兩千多個點 沒有任何一個是用政府資源的 都是大家自己去放在學校 放在自己的陽台 放在自己的這些地方 而且大家還願意分享出來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我們就可以一目了然 一眼就可以看到台灣的那個數位落差 不是 就可以一眼看到這個台灣 實際的空氣品質的狀況 對 那這樣子的話環保署 雖然它只有佈這個高精確度的點 只有佈很少的點 但可以用民間的資料把它補上 那這個其實我去聯合國 周邊會議分享的時候 我們旁邊的亞洲國家都覺得非常的驚訝 驚訝的並不是說 這個為什麼這麼多人 驚訝的是說 為什麼我們可以容忍他們到這麼多人 可以到兩千多個點 還不抓起來關 今天在其他亞洲國家 不要說兩千個 你到兩百個 那個領導人就會被請去喝茶 問說要不要加入政府 那如果他不願意加入政府 隔天就消失了 這個在亞洲國家是非常常見的 因為如果環保署有個數字 你的鄰居有個數字 你當然相信你的鄰居的數字 所以這個其實是對 就是這個國家的公信力是有所妨礙 在我們在台灣 我們知道1987年就戒嚴 就戒嚴嘛 但是1996年才第一次總統直選 所以民間社會部門的公信力 累積了10年 總統才開始累積他的公信力 所以其實一直到現在 好比說發生一個什麼災害 如果衛福部有一個數字 但是慈濟有一個數字 大部分人是去相信慈濟的那個數字 所以台灣是很特別 所以就是說政府的legitimacy 永遠低於社會的了 那所以社會力量 當他開始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都要秉持一個打不過 就加入的一個精神 因為一定打不過 所以我們就編了很多預算 就是也是前三基礎建設的預算 我們就去問這些做空氣盒子的朋友說 好你看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到 你在東半部這個有很多點 不過東半部這個空氣也都很好 所以你發再多點大概都是空氣很好 那所以就是想問說那大家到底覺得在什麼地方是你們想要放空氣盒子 可是放不進去的 他們就跟我們說工業區 因為很多工業區他們會懷疑這個工業區有這個污染排放 可是工業區是私人土地他們進不去 跟我們進得去啊 因為工業區裡面的路燈是國家的嘛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把空氣盒子直接掛在路燈上 那或者是說他們社群告訴我們說 他們想要知道境外污染源跟境內污染源的到底差別是什麼 他們很想在澎湖的北邊裝一個空氣盒子 可是一般這個就是市民根本不可能在那邊裝啊 你無人機飛過去飛到一半就斷電了 所以事實上那邊是不可能裝的 我們可以裝 我們要在那邊放離岸風機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告訴這個風力發電的廠商說 你一定要carry一個空氣盒子 來這個report時期的空氣的情況等等 所以總之就是我們是採取缺什麼就補什麼這個態度 然後不管是政府建的、廠商建的 或者是公民社會自己建的 我們都一起跟成功大學有一個叫區塊鏈實驗室 我們用分散式帳本的方法 去確保說我們每一個的數字都寫到一個 誰都不能夠竄改 但是大家都可以一起寫進去的一個共用的帳本裡面 這個是俗稱區塊鏈的一個技術 那這樣的情況下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政府不會在選前去竄改大家 我們本來就不會了 但是就是我們實際上不會 那跟物理上不會是不一樣的 那區塊鏈的好處就是可以說服大家 我們怎麼樣都沒有辦法傳給大家的資料 這樣大家比較願意把所有這些資料貢獻出來 做成我們的民生公共物聯網 所以這個也是有一個專有的網站 CI台灣GOVTW 所以如果大家對 就是我們對氣候變遷 對大氣科學 對這些東西 台灣有什麼貢獻的話 那其實在CI台灣上面都有 我們對全世界的貢獻 那空氣盒子 也已經這個就是擴及到了全世界 所以大概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break data silo 就是確保說每一個部分都可以contribute 但是contribute的時候呢 大家能夠keep each other honest 透過分散式帳門等等的這些方式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解決方案 就是silo還是保持 但是我們確保silo中間是可以互通的 可以變成一個data lake 那這個在中間也有很多像 維京政府就改了那個 資訊採購的範本 就是我們在買系統的時候 如果一個資訊系統它加一個網站 只有明眼人可以看 盲人不能看 我們就會說它不accessible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說 其實電腦API 就是機器去讀取 也算是一種盲人 所以如果你的這個網站 只有人類可以看 但是電腦不能讀的話 你沒有openAPI的話 那你就好像沒有照顧盲人一樣 就不專業 不專業就會被刷掉 在最有力標的時候就會被刷掉 所以我們就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去確保 我們每一個部分在建立的時候 都可以讓資料很容易的互通 就大概先回答到這邊 有三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可不可以多說明一下 什麼是OGP 什麼是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OGP是一個國際組織 然後呢 我那時候有做一個很簡單的 跟院長介紹OGP的簡報 所以我們就直接打開好了 好 這是當時這個蘇貞昌院長 剛上任的時候 就是我們都要做業務報告嘛 所以我就報告一下 這個我們做開放政府 好所以到底什麼是開放政府 開放政府簡單來講就是說 不是會炒的有糖吃 而是會炒的都進廚房一起炒糖吃 就是從口部的炒變成火部的炒 這個消化沒有辦法翻成英文 簡單來講就是說 去讓大家這個我們所謂的 網路上有一些比較酸的 我們叫做酸民嘛 對但是其實我們知道 投票的也是這個酸民嘛 所以就是說我們要把這個 在網路上比較酸的 變成能夠真的到廚房裡面 一起來選擇 一起來做出新的選擇 所以舉例來講 像我們在兩年之前 有一個在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平台 連署提案的人 叫做周志遠 那他當時呢 有一個提案叫做 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 這個是一個連署案 那其實理論上來講 這並不是一個提點子的一個點子 它沒有什麼建設型 它就是說報水軟體難用到爆炸 而且裡面都是負能量 那但是呢 我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在每一個機關 都會有一群人 這群人就是我們叫做 開放政府聯絡人 那這群人他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每一次 當有這種快要上街頭的 五千人出現的時候 他們就去上去留言 然後告訴這五千人說 我們現在會認真的來討論 你的這個題目 而且呢 像當時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在財政部叫做楊金亨 那他就直接上去留言說 任何在這邊complaint的人 在下個禮拜 我們都邀請大家 到財政部資訊中心 來一起做更好的報稅系統 等於是說 直接去請這些最吵的朋友 進廚房 那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做 是因為我們有一個行政院所屬 客機關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實施要點 我們國會聯絡人 就是跟立委聯絡嘛 新聞聯絡人 就是去跟媒體聯絡嘛 那我們現在多一種聯絡人 就是去跟這些 快要上街頭的人聯絡了 那所以這些人 一聯絡的時候 他就可以獲得充分的授權 他不用上簽 他就可以直接說 好那我們趕快來這個開一個 我們叫協作會議 就是collaborative meeting 那這個時候 這個提案人 我們就這個約到了嘛 然後他就實際出現 那為什麼他會這麼酸 就是為什麼他會用那麼多負能量 然後以至於底下的留言都說 什麼財政部長下台啊 什麼官帽 什麼官商勾結啊 各種不看入目的啊 這個大概有八成 大概只有不到兩成 在兩年前說 我用Windows爆水很順 那為什麼這樣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很care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設計師 我們知道設計師是很奇怪的 就是一種人類 就是說 就是稍微航劇差一點點啊 這個顏色偏一點點啊 或者什麼中文用邪體啊 或者什麼情況下 他們就會很不舒服 所謂誰在乎誰痛苦 所以他就是看到爆水軟體 所以他就很在乎 然後他很痛苦 所以才會有那麼大的負能量 但是當我們把他實際邀過來的時候 他幫了非常大的忙 因為他是設計的專業 所以他就把他網友上面 在網路上面所有的這些批評指教 就是所有的謾罵啦 把驚嘆號全部都拿掉之後 用一個我們叫做服務設計的方法 去看在報稅之前 報稅之中 報稅之後 每一個人他到底做哪些行動 有哪些需求 碰到什麼問題 我們要怎麼樣子去解決等等 那在這裡面呢 跟剛剛給大家看的那個polis 那個介面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就算有一百個人 洗版他的意見一樣 我們在這上面也只是一張便利貼 也只是一個點而已 簡單來講 你沒有辦法洗版 因為沒有辦法洗版的關係 所以大家才能夠就事論事的 來討論事情 所以這個就是開放政府的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所謂的inclusive participation 就是任何人就算是 不會用電腦不會用網路 我們也會直接去找他 在他的那個地方去開個town hall 然後在那邊讓他用自己最舒服 最簡單的方法去表達他自己的意見 但是所有的意見都會被收回這種便利貼裡面 那我們收回來的時候呢 要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我們不能夠去改大家的意見 公務員都有一個習慣 就是如果你看到大家留言寫字報多 如果你要簽上去 你一定改成什麼文字燒險絨 什麼之類 就是因為不想要你的長官就是高血壓嘛 高血壓你可能就丟官了 但是就是我那時候告訴同仁就是說 你只能把驚嘆號拿掉 你可以把人生攻擊拿掉 但是所有的別的字 你就必須一字不漏的把它貼上去 所以字報多 這都是公務員寫的 你就要寫字報多 然後貼上去 網友說華麗到讓人迷惘 你就要寫華麗到讓人迷惘 然後貼上去 兩年前你報稅報到一半的時候 還沒有正式上傳 只是試算完成的時候 每一區國稅局有一個不同的小娃娃 有一個吉祥物 會跳出來說 感謝你對國家的貢獻驚嘆號 然後跳上跳下跳上跳下 然後你要等五秒鐘才能關掉它 這個很顯然就是希望你報稅的時候心情好一點 那但是呢 卓志遠就有盤整到網友 這個一開始就challenge我們的design說 他想到要報稅心情就不好 所以不要想辦法讓他心情好一點 報稅心情是不可能好的 所以所謂痛快 就是痛的就快一點 快一點完成心情就自然就好 你根本在中間不應該花任何事情去讓他心情好 報稅天生心情就不會好 看到那個小娃娃只會覺得很諷刺而已 好所以無論如何 就是我們就收集了各種大家各種各樣的意見 可是呢 雖然你在網路上面留言 你看到都是很酸的 可是當我們說 我們願意用這樣的方式收整之後 風向馬上就倒轉 就變成有八成的人都是很正面 給我們一些很好的一些批評指教 只有不到兩成還在說財政部長下台 已經沒有人理他們了 所以就告訴我們說 重點是大家有沒有impact 你只要覺得你有impact 其實大家都很願意來幫大家想事情 而且我們盤整完之後 就這麼多事情嘛 這些解決了 那就解決了 所以我們就把這些最酸的這些朋友 去這個選進來 然後呢 讓他們實際跟 就是被他們罵的最嚴重的朋友 就這些五區國稅級的公務員啊 官貿網路公司啊 官貿網路公司啊 等等的這些人 那我們說見面三分情 這是真的 就是你見面 而且有東西吃 或至少有飲料喝 有冰的可以喝 然後你開始一起劃新的報稅界面 你就吵不下去 所以我們這樣開了四次工作坊 那些最酸的那些朋友 到最後就一起做出新的界面來 那這個在去年 就已經有96%的人 是喜歡這個界面 那今年我們擴大到所有使用者 就是所有作業系統 那目前都是就是非常多人喜歡 但是重點不只是它很漂亮 我們只要砸錢 大概都可以做出很漂亮的界面 重點是說 這個是幾千人一起貼便利貼做出來的 很多人都覺得說 不是我生的 至少我接生的嘛 那這樣的話 這個新的界面 我們在網路上 就看到很多人願意當志工 去教大家 怎麼樣來使用這個新的界面 因為他覺得這是他自己做出來 就好像蓋座廟對不對 至少有一個門口有一個石頭 上面有寫你的名字嘛 至少你有貢獻一張便利貼嘛 那在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覺得說 這是我的小孩這樣子 大家一起把這個新的系統把它養大 而且在我們當時開工作坊的時候 還有一個學資訊科學的朋友 聽財政部的朋友報告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你們五月 眾所說五月一號報到五月底嘛 為什麼每一天都要租那麼多機器 那麼多的頻寬 他說明明只有五月一號二號 跟五月底的時候最多人報稅 中間都沒有幾個人在報啦 就是大概是這個曲線 那他講的當然是對的 那但是財政部的朋友沒有想到這一點 所以他就說 我們現在可以用一個叫做彈性運算的方式 就是說你有多少人來 你在租多少台電腦去幫他算就好 平常在五月中半季的時候 你根本不用花那個錢 所以其實我們跑這整個案子 我們的預算是負的 我們省了非常多錢 拿裡面的一個零頭來跑這些工作方 那所以到最後就是 不但我們有更好的報稅體驗 而且很多人都覺得說 這是我的作品 是大家一起做出來的作品 所以OGP的精神就是這個 就是說當這個卡關的時候 我們不要覺得說 只有公部門有能力去解決 常常公部門是其中一部分 但我們更需要民間的專業 包含技術的專業跟包含領域的專業 透過這個單一窗口搭建互動平台 然後一起去創造解答 所以我們每一個不同的部會 現在都有這些開放政府聯絡人 然後去進行協作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不只解決全國性的 像報稅的問題 我們也解決好比像說 恆春他們那時候連署了八千多人 然後呢要求把黑鷹直升機 放在他們機場 可是為什麼呢 因為要當救護車用 為什麼要當救護車用 因為恆春沒有大醫院 為什麼恆春沒有大醫院 因為大部分的醫生和護理師 沒有辦法留在恆春 為什麼他們都留不在恆春 因為當地的他們連宿舍都沒有 為什麼連宿舍都沒有 就是我們要一直這樣子追問下去 才能夠找到Root Problem 那最後我們就是撥了兩億元 去改善恆旅醫院它的設施 所以他們本來是說 有人這個如果發生重病什麼 要飛到高雄去用直升機 飛到高雄去開刀 但是我們現在用這個方法解決之後 以後是高雄的醫師飛下來就好了 那所以其實那樣是比較make sense 但我要講的是說 大家連署的時候 也許是有一個他們想要的解決方法 但當我們把所有相關的部會 都找到恆春之後 我們常常就可以創造出更好的解決方法 所以像最近大家也許也有聽到的 就是我們開放全台灣的漁港 那不要擋到漁船的地方可以釣魚等等這些 非常貼近民生的這些部分 也都是用開放政府的方法加以解決 所以全世界只要能夠做這些的國家 就加在一起去組成這樣子一個聯盟 那這個是我2016年在巴黎 在巴黎的年會 那我是closing keynote 那所以其實台灣在這方面是非常有話語權的 那關注的就是我剛剛講的公開透明 公民復全 參與打擊腐敗 司法改革 議會開放跟數位治理 每一個都是台灣的強項 那目前裡面有78個國家政府 20個地方政府 上千個民間組織的會員 那它很特別 就是這個組織它的職委會 steering committee 一半11席是國家的代表 另外一半11席是民間組織的代表 所以它是我們叫hybrid organization 就一邊是multilateral多邊 那一邊是multistateholder 就是多方利益關係人 那所以這裡面非常特別的就是說 你要加入OGP 你必須要先通過國際上公認的一些人 人權的自由的言論的這些基本的一些指數 你沒有到達這個標準 根本不可能加入OGP的會員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沒有辦法成為OGP會員的 哪一天如果他真的成為會員 也許他還有問題就解決了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沒有到這個情況 所以他不可能加入OGP 他不能加入OGP 他裡面就沒有話語權 所以我們在這邊的話語權 是不會像在別的組織 像在UN那樣子被打壓的 因為就是打壓我們的人 根本就不能進場這樣 對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的這個 就是發言權是相當的大 那所以我們今年會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會 開始一個國家行動方案 那就像兩人權公約 跟消除對婦女 一切行事歧視公約一樣 我們會讓台灣的所有的 對開放政府有興趣的人 一起去擬說 我們在未來三年裡面 到底要扛覓哪些資源 到開放政府裡面 然後我們會要求 這個國際的各種專家 來台灣檢視 確保說我們 whole ourselves accountable 那這個等於說 我們跟OGP其他的會員國 一個具體的一個對話的方式 那也是我這次到奧塔瓦 要就是做的事情 大概是這樣子 有三位朋友們問說 如何讓一世代 遍其鄉村和山地 而不侷限在大都市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這個我們在行政院 目前有一個很有趣的計畫 叫做regional revitalization 就是地方創生國家行動方案 那這個是非常有意思 就是在以前我們每一個地方 都面臨非常像的一個問題 就是人口的結構的共同化 那地方創生就是identify 這些人口正在流失的這些地區 佔這個全台灣面積的66.5% 可是人口數只有全台灣的11% 而且這個還是多估算 因為很多人其實平常也沒有 就是在這邊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要怎麼樣透過科技的方法 去確保說這些地方 能夠re-attract people 能夠讓人能夠再回來 那這個時候科技的介入 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台灣 我們有所謂的 broadband as human rights 我們叫做寬頻人權 那這個是蔡英文總統 當時競選的時候 的一個很重要的政見 在世界很多其他地方 是有所謂 internet as human rights 就是任何人都要能夠上網 可是他沒有去區分他是撥接上網 還是用什麼別的方式上網 但在台灣任何地方 包含東沙在內 就是你如果沒有10Mbps 那就是我的錯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任何人都有寬頻上網的權利 任何人都必須要能夠寬頻上網 那我們是在這個前提底下 去幫每個地方去規劃說 他們能夠怎麼樣用網路去取代馬路 然後本來你在一個地方 開始一個地方的事業 也許需要四五十人 但是我們在中間 用非常多remote work telework telemedicine 無人機送貨等等這些方式 也許你只需要四五個人 就可以支撐起那個地方的 某個critical support的一個地方產業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 剛剛講的這個 Broadband as human rights 的這個基礎環境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每一個地方 他只要能夠提得出 他的一個地方創生的一個想法 就是這個 一個提案簡報 產官學員社 這個一起開過一場會 然後呢 把他的這個構想書提到國發會 我們就不像以前是由上而下 是好像就是不同地方 要往不同部會提案 這個是每個區公所上來之後 我們就隨到隨辦 暗暗服務 逐暗媒合 然後去確保說 每個地方都可以自己sustain 他這樣子一個新的vision 所以我們怎麼樣支持 每個地方的這些提案呢 我們用的就是一套叫做 Tesas的一套系統 就是我們的地方創生資料庫 所以每一個人他在 就是執行這樣子的願景會議的時候 不會空口說白話 而是可以就事論事的 看著Tesas上面的這些資料 然後說我們的人口正在怎麼樣 可是就不要live demo 每次live demo都會這樣 看一下 地方創生資料庫 真的耶 剛好down掉 好吧 那有空的時候自己看一下 這是可以透過地方創生資料庫 來看到說這個地方 它的人口結構 它的衛生福利的資源 它的教育資源 它所有相關的資料 地方性的資料 我們通通都集成在Tesas裡面 然後透過這個Tesas 每個人都可以提出 它的intervention 以及這個intervention 到底要運用怎麼樣子的資源 來達到在地的 什麼人口上面的 就業上面的 或者品牌上面的 一些就是計畫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實際的去那個地方 去實際聽那邊的人的想法 那我們每次這種巡迴去聽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也是用寬頻人權的這個概念 這是一個很實際的 我們在地方的巡迴會議 那我可能就去 像這場應該是在花蓮 那我最近應該是 上一場是 好像在集一集 站在南投 然後反正就是一些比較 離高鐵比較遠的一些地方 然後我就會實際去 然後去的時候呢 就是坐下來去跟在地的合作社 NGO社會企業去座談 可是我在談的時候 同時在台北 就是剛剛講的 我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的辦公室 我們就有12個相關的部會的人 同時也在台北 然後透過這種雙向視訊的方法 直接聽在地的朋友 怎麼講這個在地的故事 所以就是我會先到那邊去 通常住一個晚上 有時候住兩個晚上 然後去跟大家hang out hang out之後呢 就那邊實際需要的這個資源 以及實際碰到的問題 去跟中央的部會去進行討論 在我們有這一套方法以前 通常他們都是透過他們的局處 去上到部會 那部會這個經濟部 就會會內政部 就會會衛福部 會什麼交通部 可是他每次會的時候 那個訊息又少掉一點 到最後就剩兩張A4紙 已經沒有人知道說 到底當年實際的問題是什麼 也沒有人有時間看 但是呢現在因為 12個部會都在同一個房間 所以他就不能說 我要會內政部 因為內政部就坐在旁邊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就不得不 就是好像剛剛那個 實際在畫爆水軟體那樣子 就是當場就brainstorm 出一些可行的solution來 那又因為我們所有的 這些巡迴會議 他的所有的記錄 都是上網公開的 所以每一個部會都可以去看 其他的部會曾經提過的案 那每一個地方的人都可以去看 其他地方曾經討論的結果 那這個就是我加入內閣的 另外一個條件 就除了我在哪裡工作都算工作之外 另外一個條件就是說 我主持的每一場會議 都全部上網公開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就可以看到說我當政委之後 我跟3968個人出交我自己講過話 然後一共講過已經接近20萬句話 那然後一共開了接近900次的會 那在這些會議裡面 其實很重要就是說 它不是只是一般的所謂的會議紀錄而已 它其實是非常非常細的 像我在南投 我剛剛不是說我去南投嗎 那你就可以看到是 真的就是每一個人 誰講了什麼 每一句話 每一個字 就是它是完完全全都是可以搜尋的 然後裡面就是像我講的這句話 它都可以單獨的被quote起來 然後你就可以搜尋你情也可以找到 也可以在社交媒體上討論 然後也可以再拿這個去繼續 調動其他部會的資源 所以這種完全就是逐字的管考的 這樣子一種方式 其實也是一種新的嘗試 就是我們不是等政策決定了再來公開 我們是政策討論的這個過程 就讓所有人知道 我們到底現在正在討論怎麼樣子的事情 那也因為這樣子 反而公務員有創新的這個動力 因為我們在公開的時候並不是直播啦 我們是先做成文字記錄 大家編輯個十個工作天再公開 就到下一場巡迴的時候 因為我們每兩個禮拜一場嘛 下一場巡迴的時候公開 那這個時候呢 第一個就是裡面大家都會補上很多資料 所以大家看到裡面的公務員都很專業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innovation 它真的解決問題了 那所有的人都知道是當年這個公務員是誰提出來的 那這個非常重要 這表示credit有正當的分配 在有這樣一套做法之前 大概都是credit就都是政委的啊 不然就是部長的啊 那就是你不會是基層公務員的嘛 但是如果事情做壞了 那都會去怪基層公務員啊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它是所謂這個有功無上打破要賠嘛 那這樣的話到底誰要創新 其實沒有人要創新 那反過來現在是說 就是只要有功勞 大家都知道當年是誰提的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那都是我的錯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大家就很願意的來做創新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去讓每個地方都可以透過五千個人連署 也就可以召喚唐鳳 唐鳳就會跑過去 或者是每一個地方 它只要提得出地方創新的計劃 就可以召喚國發會 國發會就會跑過去 而且國發會還會推薦公務員直接回家鄉上班 那就跟我的遠距上班一樣 它還是算中央的公務員 但是它就可以在家鄉去連接中央的政策 跟它在地的實際的產業跟經濟跟社會的發展 有三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在每個台橋如何以網路工具 具體的協助台灣增加國際知名度 進而達到國際社會的認同支持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如果你有在用Twitter的話 我們外交部的Twitter是非常厲害的 那這個部長一天到晚撿到槍 已經沒有人能夠阻止他 所以第一個就是歡迎Follow我們外交部的Twitter 那外交部的Twitter要這樣子看 就是有一些是比較有一點心理如意的 那這個你就看看就好 那但是呢有一些呢 它後面會簽JW兩個字 那有簽JW兩個字就是我們這個 吳釗謝部長親自撰寫 親自按送出 那所以就是說 然後通常也是比較就是撿到槍的 那所以就是說大家就是稍微辨別一下 就是有簽JW的通常就稍微比較拉一點 然後你就可以就是多多的去轉貼 好比像說部長最近才說我們的這個北美事務協調會 CCNA才剛改名變成TC USA 那這個其實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因為這表示就是台灣-US relationship 已經變成正式的事務官的名稱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是也是相當重要 那當然它有很多hashtag 好比像說台灣CanHelp 就是我們目前在推世衛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hashtag 那又或者像說 在這波示威之前 這個 對 部長會直接去嗆那個人民日報 原因不明 好 OK 對 就是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PRC的人民日報 它有一則說這個 這個 中國台灣的地方立法者 這個 將這個同性婚姻合法化 這個 這也不是我們這樣子講的啦 是地方媒體這樣告訴我們的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人民日報發這一條 好 那然後 那但是部長就反正看到球就會殺球嘛 所以他就說 這個 Wrong The bill was passed by our national parliament and will be signed by the president soon Democratic Taiwan is a country itself has nothing to do with our authoritarian China PD China is a communist brainwasher It sucks 好 對 所以這人民日報就是這個共匪的洗腦機器 這個實在是爛透了 他有非常多 非常創作性的使用語言的方法 那所以 他就會簽JW 那每次撿到這種槍 你可以看到就 五千個轉推啊 這個 1.1萬個讚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就是說 可以多用社交媒體啊 然後 多看看我們這個Mofa的 就是撿到槍的這種事情 然後也可以這個幫忙 在上面去建立大家的一個正確認知啊 那其實我自己的Twitter 就是這個 其實就跟我的 這上面寫的一樣 就是也是 以台灣Can Help 作為一個主軸 所以像那個Alan Show 就是說這個 Taiwan is not the first Asian country to allow marriage equality 的時候 那我也會retweet 但是我就會用 Taiwan Can Help 這個角度來切入 就是說 台灣不是只為了我們自己 Legalize 就是 marriage equality 而且我們是要幫整個Asia去做更多LGBTQIA的人權等等 所以如果你是就是比較 就是個性沒有那麼嗆辣的 是比較以台灣Can Help 為出發的 或許也可以多多少少參考我的Twitter這樣 好 那所以大概是這樣 我的特長就是會配這種構圖比較漂亮的照片 所以我想每個人Style不一樣啦 就是說不一定要去學這個特定的網紅 但是你可以用你自己就是最像自己的這個Style 但是盡可能去把我們常用的一些Hashtag 就是像Taiwan Can Help 這些東西去讓大家知道 那其實所有在就是Twitter上面談外交的 大概都會共用Taiwan Can Help這個標籤 所以有空的話就是多看一下 然後幫忙轉發 而且也幫忙remix 如果你的梗很好的話 那我們也會就是轉推這樣子 好 那有兩位朋友們想要問這個AI Application 跟AI的security concern 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AI 其實大家看到AI的時候 現在想到的可能是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但是我看到AI的時候 想的都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它怎麼樣來輔助我們社會的事情 那這個有一個主動被動的一個差異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AI的時候 很多是有一種好像技術上的這個inevitability 就是說你有什麼東西來的時候 誒無人車來了 那它就一定會上路 但事實上是事情是比較複雜的 就是我們要第一個問的就是說 我們跟這些AI的相處 怎麼樣子是讓我們比較感到舒服的 那好比像說這個MIT Media Lab的無人車 當時在MIT Media Lab 他們有做一個調查 就是一個無人車 如果它必須要在不同的人的這個 就是去撞不同的人中間去做取捨 就是要理讓誰先 然後你不得不去撞另外一邊的時候 到底你的preference是什麼 那他們在全世界都做這樣的調查 我們在台灣實際互動的時候 也做這個調查 那在台灣呢 大家的社會的preference 而且是不分年齡層 都是說你應該先讓長者 長者是最重要的 然後呢接下來呢 是可能是有就是做輪椅 或者這個就是行動比較不方便的朋友 然後接下來可能是懷孕的婦女等等 然後最後才是小孩子 所以就是剛好老弱婦孺 這個順序 可能因為我們從小都挺慣的 所以就是按照這個順序去當preference 可是在Boston 就是在MIT Media Lab的這個地方 是反過來的 就是大家都希望AI先讓小孩子 老人就算了吧 這樣 所以就是說 每個社會跟AI相處 它並沒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一個答案 所以在一邊認為是 這個讓大家覺得secure的 在另外一邊反而會變成是洪水猛獸 那我們要先有這個提認 就是每個社會的norm不一樣 而AI應該是assist這些norm 不是反過來去disrupt這個norm 我們才能夠進一步的來談說 AI到底要怎麼樣融入這個社會 所以我們在台灣現在是對AI 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叫做sandbox 就是這是一個專有的網站 然後大家再上去就可以看到很多 法律還來不及規範 但是新的AI已經出現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到底要怎麼辦 這個問題 在以前公務員通常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我就把你禁止掉 這只要花我一天的時間 我只要說你這個是不合法就好了 那或者是我可以幫你去解釋既有的法規 讓你找到一個方法 能夠就是把你的AI融入這個社會 那這個通常要花很多時間 可能要花一兩個禮拜 我才能做出一個函事或者一個解釋令 那但是呢 因為這兩個時間成本差太多 所以大部分公務同仁都已經很忙了 就會直接去說好這個之前不行 現在也不行 但是呢有sandbox之後就不一樣了 sandbox是一個新的概念 就是當公務員說這個東西是不行的時候 他可以apply for a sandbox 就是他可以試一年 在這一年裡面 他用他的版本的法規命令去運行 然後呢去證明給世界看說 給社會看說 用我的這個方式來執行法規命令 比你的那個解釋方法 更能夠符合當初立法者的這個精神 這個時候只要有願意跟他配合的團體 或地方政府或者實驗的這個participant 這樣子他就可以有一年的時間 來證明給社會看 那我們在台灣從去年開始就有非常多sandbox 我們有平台經濟的 好比像說你家裡的自己的停車位 如果在你上班的那8小時想要租出去 那這個就是平台經濟 那或者是AI banking 所謂的fintech 就是好比像說有些銀行 他希望能夠讓從來沒有存過錢的人 也能夠算得出他的貸款的利率 那要怎麼算呢 就是靠他交電信費的這個紀錄 你每個月交499跟1499可能就不一樣 那這個就是一個新的風險的算法 那這個他也覺得他比今晚會能夠做得好 或者是self driving vehicle 那這個很特別 因為在其他國家陸海空都是分別管 只有在台灣因為經濟部嘛 從技術處的角度來看都一樣 所以我們的self driving vehicle 是可以開一開飛起來的 或者是說在海裡這個航行一下就上岸的 或怎麼樣就是我們並沒有去管 你拔掉方向盤之後 他到底還算是一個什麼東西 就是因為這不是交通不管了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只要你覺得他能夠解決 離島的運輸問題 偏向的醫療問題 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 你就可以有一年的時間 去proof to the society that your version of regulation is better than our version of regulation 而且你試了一年之後 如果大家覺得反應不錯 我們還可以擴大再測試一年 那當然如果中間任何立法者 就是立法員覺得說不行 這個真的要立一個專法來管一管 他們就可以喊停 喊停之後他們就有四年的時間 有些像fintech是三年的時間 幫你弄出一部專法 但是在它立法的過程裡面 你這個實驗包含你的business model 還是可以繼續跑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等於是一段時間的monopoly 因為別人都還是違法的嘛 只有你是合法的嘛 所以我們是拿這一段時間的monopoly 去換什麼呢 換你把這個過程的資料都公開出來 把你所可能的風險的計算公式 把你實際實驗的結果都公開出來 公開出來之後 整個社會覺得這是件壞事 那對不起 這個感謝你的這個投資人付了學費 那大家就再次就用別的方法來做吧 但是如果成功的話 那你的版本的regulation 就會是新的regulation 那這個就是我們新的sandbox的做法 如果大家的sandbox 或RGTW 會看到接近100個 已經用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從公務員的角度來看 突然間就改變了 就是它當你一個新的idea來的時候 一個新的AI的用途來的時候 它可以花兩個禮拜的時間 去好好想一想 AI要怎麼跟社會共存 然後幫你把它合法化 或者它可以花一天駁回 但是就要陪你玩一年的沙盒 所以大部分公務員 現在就選後面的這一種 所以這個就是把大家實際公務的 創新的這個incentive變高 但是又讓大家能夠去 不管任何部會的法規命令 都可以去用社會創新 來帶動法規創新 就是所謂的sandbox的精神 然後我現在required by law 就是念一段這個fine print 就是說雖然每一個部會的法規命令 都是可以用沙盒來挑戰的 但是法務部希望提醒大家 洗錢跟資助恐怖分子 是不能夠做實驗的 因為我們知道洗錢跟資助恐怖分子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實驗也沒有什麼意義 不過其他的都可以 謝謝 好 那我們就繼續囉 謝謝 那下一個問題 所以剛剛講的就是security 就是我們在sandbox實驗裡面 在風險有上限的這個情況下 去讓大家知道這個security 到底要怎麼樣子去measure 手機民調好還是實話好 網路民調還是更好呢 如何用開放政府的概念來解決這個民意團 如何讓民調可以更加貼近民意 這非常好的問題 我覺得民調的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民調的題目包含它導引的那個方法 然後以及包含它問問題的順序 然後以及包含它問問題的口氣等等 這些其實多少都會很subtle的 包含它的用字選字 都會很subtle去影響民調的結果 當然因為我不是民調的專家 所以我並不會說它現在哪一種民調一定更好 但是我還是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我們隨時都有比民調更好的 讓大家自己來決定民調題目的這樣一種解決方案 所以如果你是在公共部門服務 甚至是在私部門 只要你有足夠多的會員 其實真的都很推薦大家用Police這套系統 那Police就是剛才我給大家看 Talk to AIT用的那套系統 那這套系統的特色就是說 這件事情 民調的題目是大家集思廣義寫出來的 大家不是被動的被電話的另外一邊去決定民調的題目 這個是大家可以更eclective更nuanced 就是更往中間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方向去集中 而不是就是隨著每一次的二分的這個問題 每一次更分散 所以我覺得這種方法就是每個人可以自己決定題目的方法 而且你只能add to it 你不能subscribe from it的這個方法 其實是我覺得更能夠reflect大家真正的真正的民意 那當然這個有個特色就是說 這個通常只能用來決定我們要處理哪些事情 而比較不能要處理說 我們要把我們的代表權交給哪些人 也就是說用這樣子的open-ended survey 通常是用來處理事情的規劃的部分 而不是用來處理代議政治裡面到底是哪些人的部分 所以當我們在發展這些方法的時候 我們也了解到不管是參與是預算 不管是聯署公投 剛剛講的這些open-ended survey等等 目前為止跟代議政治都是在互相補強的 目前沒有辦法真的去取代掉總統選舉或者是立委選舉 但是with time 而且尤其是從明年年底開始 大家的新的數位身份識別證開始發下去之後 那其實越來越多人就可以隨時都透過身份證 但是內建自然憑證的那個功能 在你的手機背面感應一下 就完成了身份認證的程序 然後就可以開始去做從公投聯署到參與時預算到等等這些實質參與的方法 所以這樣的話我們就不會覺得說自己兩年才能參與一次公共政策 我們可以是如果喜歡的話你每天都可以參與公共政策 一群是65歲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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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因為這兩群人最有時間 中間的人都要為生計打拼 這兩群人是最不需要為自己想的 都已經全社會想了 就是公益性最高的兩群人 那然後像我們最有impact的幾個連署案 大概都是這兩群人來提出來的 那舉例來講像大概快兩年前有一個連署人叫做 因為我們可以取假名 雖然他必須用真實的手機 但他可以取網路的假名 叫做我愛他像他像愛我 然後他就提了一個連署案說 應該漸進式的把所有一次性的像塑膠吸管這種東西把它廢除掉 那瞬間就好幾千人連署 然後我們那時候都嚴陣以待 環保署什麼都嚴陣以待 覺得說一定是某個環團的這個很厲害的組織者嘛 才能夠這麼快的去號召大家 後來呢我們實際開寫作會議 一見面15歲一個這個高中小女生 那為什麼這樣子呢 其實這個就跟是不是北歐那個這個罷客的那個人是一樣的 就是說他非常擅長網路操作 所以他就會去用一些什麼海龜跟塑膠吸管的圖片 然後用一些什麼方法 一下子就讓大家很synthesize他的這個呼籲 而且呢為什麼他會提這個提案呢 根本是他們公民課的公民作業 因為我們已經說這個 我們要融入中小學課 剛好像那個三明應該三明書局版的那個公民課本 就已經把這一套都 我剛剛講的這一套開放政府都寫進去了 所以這個他們公民老師就給了一個隨堂作業說 你們高一的學生每一個都給我去找一個連署題目 然後想辦法號召大家 所以他就找到了這個塑膠吸管的這個題目 就一下子就中了 然後我們就不得不來開協作會議 然後環保署就不得不具體的提出承諾逐年減塑 所以到現在在台灣 你到麥當勞買冷飲的時候 他都不付吸管給你了 然後在台灣這個可回收的吸管啊 紙吸管啊或者是玻璃吸管啊 現在都賣得很好 因為塑膠吸管在內容的情境下已經不能使用了 所以就是像這種impactful的東西 這個提案人根本連投公投的年齡都還沒有到 他才15歲而已 但是事實上是已經可以改變社會 所以我覺得就是越來越讓更多人有議題的設定權 就是agenda setting power 我覺得這樣子才能夠真的貼近民意 那當然有很多連署案 他最後沒有錯到5000人 但我們就看到很多立法委員都收割 都參考這些連署案 來當作他們的質詢的題目 那也有很多也實際變成可行的政策 所以他跟代議政資是互相補強的 他並不是互相取代的一個關係 有五位朋友們問說 What's your biggest challenge serving in this role? 其實很有意思 就是我自己因為是 purely facilitative minister 就是我的辦公室跟以前政務委員辦公室都不一樣 以前政務委員的辦公室通常就是一兩個秘書 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我的辦公室就是有點像一家新創公司 我們有自己的網站 而且上去之後就可以看到說 就跟一般的新創公司一樣 我們有我們的專案 我們有我們的提供的服務 我們有我們的部落格 然後如果按聯絡我們的話 就可以看到這個我們的 這個看起來就很不像公務員的一群公務員 那為什麼就是一般的政委辦公室只有三個人 但是我們可以有數一數二十二個人呢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當時我在入閣的時候 我告訴秘書長說 我從每一個部會 如果有人願意來我辦公室的話 我每個部會最多可以有一個人接掉過來或輪掉過來 所以意思就是說台灣有三十二個中央部會 所以我的辦公室最多可以有三十二個公務員 在我辦公室 那當然目前只有二十二個 也就是告訴大家說 並不是每個部會都會派人來啦 好比像說國防部跟陸委會就沒有派人來啦 這個是我們可以理解的 但是凡是他做的事情是不怕人知道 是怕人不知道的 好比像說教育啊文化啊內政啊 這個NCC啊或者之類的啊這些 當然就都會派人來 那當然外交部也有 外交部才剛聞掉一位朋友過來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在這邊其實就是一個 跨部會的一個Innovation Lab 或是一個Policy Lab 我要求我的同仁的其實都不是什麼KPI 來我的辦公室跟我都是Partnership的關係 我不是他們老闆啦 每個人烤機都自己打 所以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唯一給大家要求就是 大家要work out loud 就是自己想到什麼主意 不要怕別的部會來這邊的同仁之道 那所以我們每一次都可以用這種公開的看板的方法 採取公開的方式 我就可以一次就可以看到說 我所有的就是公務員的這些夥伴們 到底現在正在忙什麼 到底有幾個人 為什麼這麼晚還沒睡好 還在線上 亮綠燈的表示還在線上 然後他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每個人有什麼想法 好比像說最近也有一位又是15歲的人連署 要公投這個不能夠違反這個 國際人權公約及其實行法 跟它的解釋規則等等 我們也跟這位朋友 這個跟中選會開了會 那每個人都可以一目兩人知道 有誰正在做這件事情 他需要哪些部會的資源 這些部會之間怎麼樣彼此配合等等 所有這些代辦清單啊 這些都具犧名的放在這裡 所以很有意思就是說 這種叫做 voluntary association 就是完全橫向的這種 leadership 其實是不會碰到困難的 因為如果你怕大家知道你在做的事 像國防部或者陸委會 一開始就不會來找我 所以我也就完全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那但是只要願意來找我的 都是願意用這種開放的方式 去找出新的跟大家對話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公務員事務官自己願意 加入這樣子一個創新 這樣子的話就不會碰到最常見的就是 政務官想要推一個但是事務官不配合 我是完全反過來就是我是幫事務官吸收風險的政務官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其實是沒有什麼 這個太大的 challenge 那我想唯一的一個就是 也不能說是 challenge 但是就是需要時間嘛 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做開放政府說的是 要大家越來越理解政府 越來越相信政府 可是其實這個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我們必須要先做的事情 是我們要整個政府的公務員 可以去理解人民去相信人民 因為信任是互相的 就是你如果不先相信大家 這些很酸的酸民 可以過來幫忙解決問題 那這樣子他們也不會拿出他們的專業 來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最需要的就是一個 patience 就是最需要的就是耐心 就是每年的總統背黑客松 像今年的我們才剛有20對 那這20對每一個 signify 的 都是一個新的讓政府的公務員 能夠相信說我們沒有全部的答案 這些民間覺得我們做的不夠好的 他不是來踢館的 他是來一起炒菜的 那這些有些成功有些失敗 我們每年到最後只會升5對 去獲得總統的 promise 去把他們的理想化為這個政策的一部分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最需要的就是 即使是看起來非常有政治上面的風險的 好比說這是一個事務官提的 這是一個國稅局的公務員提的 他說他可以透過這個 在他自己查稅的過程裡面 就已經會看到一些公司 他為了跟銀行榨貸 就是去貸超過他能夠貸的那個貸款 他會自己用三角交易的方式 給這個同一個產品什麼或股票 什麼一億元給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再給他家人 然後再賣回來等等這種方式 或者是把某個土地 這個用類似的方法處理 然後去跟銀行去做炸彈 可是因為他需要的這個correlation的資料 不是放在國稅局裡面 而是放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法務部、內政部、經濟部等等這些東西 而每一個都有個資 所以在以前就是他是明明看到他可能炸彈 可是也沒有辦法實際去提出那個evidence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輔導他透過一個叫做 開放演算法的一個方法 就是他把它要處理的這個演算法 交給這些不同的部會 這些部會自己還是在自己的職權裡面跑 跑完之後大家一起把這個 有點像信用品等的indicator 互相分享出來 可是這個還是統計資料 這個並不是個人資料 他並沒有辦法各自去做各自的分享 那像這個其實他是全民都覺得很重要 但是以前因為就是所謂data silo 每一個不同的資料是卡在不同的部會 所以一直沒有辦法取得一個解決 那我們在這邊就會給大家一個空間 又像sandbox 就是在這三個月裡面試試看 這樣的做法到底有沒有用 能不能創造社會價值 但是我們最需要什麼呢 就是耐心 如果這三個月之後 他真的沒有做出來 那我們就是很有耐心的等到明年 大家看了這位稅務員的做法 到底有哪裡還沒有辦法完成之處 然後大家再花九個月想一想 下一屆怎麼樣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就是沒有辦法一步到位 但是每一年我們都會有五個題目 是能夠真的是已經成熟了 那成熟之後我們不管是解決 像這個是解決塑膠垃圾的問題 解決校園這個疫苗接種的 這個tracking的這個問題 或者是解決這個有一些獨居的長者 老人們他在的這個地方 已經就是建築物已經很危險了 沒有電梯等等 然後能不能用包租代管的方式 去讓他有一個更安全的地方做的問題 那或者是化學品分享平台 或者是這個司法院是讓裁判書 讓大家更容易看懂 然後而且也更容易知道 法官良行的這個趨勢 所以就不會有恐龍法官的這種想法 或如果是恐龍也是迅猛龍啊 就是可以比較快速的去反映社會的需求等等 反正這20隊每一個都有一個不同的 透過資料來改造社會的一個願景 那這些願景我們就會 一個一個去curate 確保每一個隊伍裡面都有 資料技術的專家 都有這個領域的專家 更有公務員 那這三方加在一起去把這些概念 變成我們可行的政策 那這個challenge 其實不是我個人的challenge 我只是幫這20個隊伍 吸收這個政治協調的風險跟成本 但是最後做不做得出來 還是要整個社會大眾 給他們一些耐心跟他們的支持 好 那因為我說好4點結束對不對 那所以可能就是接下來的15個問題 可能就沒有辦法一一回答 那是不是我們要open一些時間 給在場就是可能沒有用手機的朋友 看有沒有人要舉手問問題的 那如果 這邊有來 對 剛才有看到很多 對 連取 website 對 是是是是 但如果沒有來的話 那你會看到 對啊是啊 當然 很多人都沒有來 當然 對 其實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就是說你要怎麼知道 就是有這麼多resource可以使用嗎 那第一個是說 我們會試著讓他都很容易google 就是你有 好比說某一天你想到台灣的AI政策到底是什麼 你大概就會去google AI台灣 好 那在以前 你google AI台灣 前面都是 就是不是政府的網站 然後就算是也是經濟部 科技部啊 各地方政府啊 各自自己弄各自的 有些還是廣告 那但是我們現在就有一個新的SEO的策略 就是當你google AI台灣之後 我們保證 我們的一定是第一個 那為什麼是因為 第一個我們domain name 就叫AI台灣 pngo.pw 所以你沒有辦法避這個SEO啦 因為我們就是官方網站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只要點進去 它是類似一個portal 就是說它可以很容易的把現有的 分散在各個不同社 部會的action plan 它的vision 它的所有這些news等等 都全部從這個single portal 就可以去連到 那所以就是說 雖然我不能夠很簡單的告訴你說 是不是每一個你問的問題 都有一個就是相應的URL 但是我們盡可能做到說 你只要phrase這個問題 那你就可以找到一個什麼點台灣.gov.tw 它是對於你這個問題 它的具體的回答的各種各樣的portal 所以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就是CI台灣 就是民生公共五聯網 然後AI台灣 然後smart台灣 那這三個大概是跟我自己比較有關係的 那我們5加2創新產業裡面還有很多嘛 亞系啊 然後smart machinery啊 生衣啊 生衣是 生衣很好玩 它是biomat台灣 因為我們當時是把它叫做bio台灣 就是台灣的生物的相關的一些政策跟這個產業 那但是後來那些做衣材的朋友 跑來告訴我們說bio這個字沒有衣材的意思 所以呢他們就覺得說這應該要叫biomed 點台灣 然後這樣子他找biomedicine才會找得到 那但是就是網域不要錢 所以這兩個其實是同一個網站 對 所以不管你打biomed台灣還是打bio台灣 你就是會看到同樣的網站 對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有時候善用超連結 就可以解決很多政治問題 anyway 所以好 那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是用一種新的方式 跟外交部要了這個domain name 台灣GLVTW 那你從smart台灣 bio台灣 AI台灣這些連進去 大概就可以比較好的去連到各個部會的資源 那中文當然本來中文搜尋請 我們SEO就做得不錯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最近一年多來 從英文這個角度去切入的一個做法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還想要就是知道更多更細的 這就twitter啊或者email問我就好了 好 還有這邊還有一個問題 請問老大 現在台灣很多年輕人跑到 那台灣很多年輕人跑到 中國的分證或者是廣播 很多學員都跑到現在自己做創新產業 然後也走到新加坡去了 那各種是什麼 Torx是不是可以 福利的 台灣年輕人可以在台灣做創新產業 不然我當然會不會 嗯 就人才外流嘛 其實我們有算了一下 其實去PRC並不是最多的 不管是就是新創的哪一個部門 那但是確實離開台灣的人非常多 It's very fashionable 就是大概到研究所階段 就出國去創業 這個是非常多的 PRC以我的理解 並不是最popular的一個 destination 但 generally就是大家都很流行 就是研究所階段就出國了 那我必須說 因為我14歲就中錯 就是我國中只讀到國一 國二就去創業了 然後創業沒多久也發現說 我如果要創業我應該要去西谷 所以我就18歲就去西谷了 所以我必須說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就是我會很鼓勵台灣的年輕人早一點出國 然後我覺得人才外流完全不是問題 人才有沒有對流才是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也equally attractive 就是如果我們也能夠去說 在全世界的朋友 他只要來做我們剛剛講的這些 BioMed 這些Asia-Sickland Valley 這些Renewable Energy 這個循環經濟啊這些題目 他覺得來台灣開一個sandbox 來台灣做一個impact investment 對他是一件好事 那在以前的問題是說 如果我的朋友跟一個新加坡人 合夥開了一家公司 九成的機率就是去新加坡開 而不是那個新加坡人跑來台灣開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法律 實在是當時是非常跟不上時代 就連那個special voting share convertible bond 就是最常見的那些股份 在2015年以前都沒有辦法去做分配 那當然就不能怪人家外流 那所以我們在2016年之後改了公司法 然後去把所有的這些新的股權結構 在台灣能夠落地 然後我們也改了就是外國人才的專法 我們把新加坡的那一套 就是如果你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的 就是高階白領 那在新加坡它有一個叫做金卡的一個制度 它會發現一個金卡 你可以在新加坡大概三年 而且你還可以一面就是自己開公司 或者幫國外工作 你不需要有一個employer來幫你vouch 你的talent就是你自己的vouch 那我們解決方法很簡單 就是我們把新加坡制度整個抄過來 一個字都沒有改 然後沒有沒有改一個字 就是我們的三年是renewable 所以它只能在三年我們可以改六年九年 就是你只要一直vouch就可以一直改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以前一直都有一個迷思 就是說好像外國人來台灣創業會搶工作 可是事實上it's not substantiated 我們有非常好的證據證明說 外國人來台灣創業它是創造型的工作 所以我們就是把產創條例 把公司法外國人才專法 接下先進進移民法 這些都加以放寬 所以這樣子的話我們就看到說 在台灣我們如果Google AI台灣 應該是第二個吧 就會是第一個應用被我們搶走了 所以第二個就是台灣AI Labs 那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那它就是一個外流的人才叫做杜宜錦 那它當時在台灣有創造一個BBS站叫做PTT 那PTT是大家都會使用的一個BBS站 那它後來就去美國 後來一直當到微軟的那個Cortana 就是AI的總監 但是後來它就決定回台灣 但是像它這樣子的人回台灣的時候 它就不是一個人回台灣創業 它是會帶一團人回來 那就包含它在微軟的同事 它在國外的這些人脈等等 它都帶回來 那為什麼它會願意回台灣呢 就是因為它發現台灣在Healthcare 在Smart City 在做HCI上面 其實是不可取代的 而且是有最好的工業鏈 跟最好的talent 所以它想做這些題目的時候 它回台灣來做 比自己在Seattle做好 比在別的地方做好 那當然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exciting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的 不管是Google在台灣 有非常大的研發中心 我指的不是它買了HTC 是除了它買了HTC之外 它還有Additional很大的研發中心 那微軟也是要有200個AI Researcher 那所有其他的你想像得到 Facebook IBM Amazon甚至Uber 跟台灣都有在AI上面這方面的合作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當台灣的人才所謂外流 一段時間之後 只要你要做的題目 是適合在這種開放的環境做的 那你就一團人回台灣 所以我覺得我們作為教育者 要做的事情是說 一方面不要排斥外國學生來台灣 然後喬生來這邊創業 那二方面是說 我們鼓勵年輕人出去 題目做到一個程度 然後覺得適合台灣的時候 他就回台灣做啊 那甚至他在一個國際的大廠 他有一小部分的 design或一小部分的技術 他覺得可以 台灣是一個適合 他test他的idea的方式 好比像說 像之前有一個設計摩托車的 他覺得說台灣是做這種 renewable的電動摩托車 最好的地方 又喜歡開摩托車 然後又環保 那其他的地方 就沒有這兩個兼具的 所以後來他就創了Gogoro 那現在應該會是台灣 第一隻獨角獸 所以就是說 所有這些題目都告訴我們 有些題目真的在台灣做比較好 但是你要做的時候 你要先經過一段 跨國公司的歷練 所以我覺得 這一段在跨國公司的歷練 並不是一件壞事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有沒有最後 最後一個問題 那我的研發 我會的所有部會的數位轉型 但是我是橫向的去聯繫各個部會 而不是我自己有一個部會 所以這個是比較少見的 那但是我的另外一個身份 就是 To save my ambassador to save my sovereign 就是像Facebook或Google這種 都已經快要準主權的這些大公司 那我會用一種準外交的方法 去跟他們談判 這種倒是有的 就是你如果找這個digital ambassador 現在有非常多國家都開始設digital ambassador 那這個原因就是因為發現 我們在國際舞台上面 有話語權的 不只有傳統上的這種有領土軍隊的國家 事實上所有這些跨國的公司 他們自己都不會覺得自己屬於特定地方了 他們自己就是自己的政治體 那對於這些政治體 大部分的國家現在都發現說 那我們需要一個懂技術 但是又懂public policy的人 去跟他做negotiation 那所以 如果你找digital ambassadorship的話 這個是現在很熱門的一個事情 那其他跟我比較像的是 像美國有些州政府會設創新長 就是Chief Innovation Officer 像New Jersey的那個創新長 就是當年OGP的主要推手之一 叫做Best Novak 那我跟他也有很多的合作 那所以我的角色大概就介於這三個中間了 就是有的國家有digital ministry 那當然我們沒有 那有的國家有創新長 我也有一點點像這樣子 但是我同時又有好像這種 數位外交公眾外交的這樣一種職能 所以不會exactly the same 但是這三種分別 大概都在不同的level的政府 有類似的position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是不是就先到這邊 好 謝謝大家很棒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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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